喂喂 好 大家晚上好啊 我们先试一下麦 如果能听到声音的话 咱们公平敲个一啊 可以 可以啊 56709 去年我有很多考生 我都听了我的现在说话就是去年了啊 去年很多考生听了我的直播课之后呢 二件考生参加了一件法规考试啊 基本上都过了啊 可以的 哎 这个星河已经告诉他了啊 哎呀 现在从现在开始的话 我就按照二件的来给大家讲课了 就是说二件变哪 咱们就变哪 所以呢 其实呢 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啊 你到时候就知道就是从现在开始 二件变哪 咱们就变哪啊 所以呢 你就跟着我来走就行了 我也希望大家快过 对吧 别互相折磨了啊 都是后 你要你留下呢 就是互相伤害啊 你叫总也没有个总的身份 对吧 就光叫 没有用啊 啊 今晚身体啊 好了 开始啊 啊 准备好了 开始啊 好 各位喜欢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环球网校 我是安国庆 那么这一堂课呢 我们继续进行2021年度一级建造师建设工程法规 及相关知识直播大班课的内容 那么还是一样 在正式讲内容之前来做几道题目 首先的话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一道题目 关于一级建造师职业范围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对吧 问你哪一个是正确 好 第一个 发包人和建造师呢 受聘企业已经解除了承包合同 办理了交接手续之后呢 可以公换项目负责人 对吧 你们公司都不干了 你赖着你赖着不走干什么呀 所以呢 哎 换了就行 不能同时单两个级以上项目的负责人 对吧 这句话没有问题 但是呢 有三种情况呢是除外的 哪三种情况 第一个 同意工程相邻分段发包或分期施工的 第二个呢 验收合格的 第三个呢 因为非承包包原因 停工导致超过120天以上的 且经过建设单位同意的方可 在另一个项目上同时担任项目负责人 对吧 你小型没有关系 啊 那所以呢 D选项呢 少了谁 少了我们的建设单位同意 那C选项在担任负责人期间 经受聘企业同意可以变工注册吗 谁呀 哎 找的是建设单位 对吧 一个好的项目负责人 最终呢 是由建设单位受益的 所以呢 要经过建设单位的同意 答案呢 选择是A选项 好 再来看这道题 关于一级建造师职业岗位的说法中 正确的是 第一个 一级建造师呢 可以在设计单位担任注册结构工程师 这个呢 你只要是本行的 你也知道啊 结构工程师呢 它是有一个专门的相关的考试的 有一个专门的证书 对吧 你可以呢 在设计单位的职业 对吧 你可以干其他的工作 但是你做不了注册结构工程师 只能受聘于施工企业吗 可以在勘察 可以在设计等等 只要是这个行业里边的话 都是没有问题的 限于项目经理啊 说白了 你只能做项目经理吗 不是 你也可以做一些什么技术负责人啦 或者一些管理人员等等啊 不是说仅限于他 可以担任大型项目的项目经理啊 对吧 我们的一级呢 已经是最高级别的了 大中小型都可以啊 所以呢 你可以担任大型的啊 答案呢 选的是D 好 再来看这道题 这道题呢 是20年的一级的一道真题 我们在这里说一下 就问你啊 以下几个 哪一个不认定为是挂正的 对吧 我们讲过好几个 哪些是不认定为挂正的 第一个呢 是退休或者提前退休的 说的是退休 而不是内退 啊 说的是退休 啊 其次呢 有两个 一个呢 是谁啊 事业单位改制 在他的下属企业上班 但是呢 保险呢 还是由事业单位的来缴纳的 还有一个是吗 在学校里边上班 对吧 然后不是 由学校呢 缴纳社保 然后呢 在他的学校的下属企业呢 注册的 这两个呢 他们都属于事业单位 而且里边都有一些联系 所以呢 这里的话 你国有企业改制 没有任何的关系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呢 就不要选他了 那在报价咨询公司注册 然后呢 由商贸公司呢 来缴纳 会不会是部队的转业人员 应该什么 自主 择业人员 是军队的自主 择业人员 他说的啥啊 是转业 那就不对 那某大学的老师 由他所属的设计院 这个呢 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在监力工程师注册 由劳务公司呢 来缴纳 然后呢 这个呢 也不算 对吧 哪一个不算是挂中啊 就只有C选项 那就是大学的下属的院校 对吧 那答案呢 就是ADC 好了 那么很多人呢 关注了一下 今天的这个主题呢 叫做建设工程担保制度 对吧 那么才上第一节课的时候呢 很多人呢 就关心 说老师啊 那么我们民法典改了以后 对于我们法规考试影响大不大呢 那么本周一呢 哎 我们的二件法规教材呢 也就正式出现了 我们前面学过的地方的话 影响比较大的一个地方呢 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啊 来 你回顾一下 我来给大家改 叫什么呀 大家想过吗 专利权的保护对象有几个 有三个 分别是发明 实用心形和外观设计 对吧 这是我们第一章第六节里边说的 那么发明呢 保护期是20年 实用心形呢 保护期呢 是10年 而外观设计呢 改了 即将外观设计改成15年了 好 这个呢 是需要大家去注意的 然后呢 我们的担保制度呢 之前呢 我就说过 哎 等着二件教材下来以后呢 我再给大家进行一个讲解 所以呢 这节课呢 我们就不讲这个什么招头标了 我们来把这个担保制度 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每年呢 固定分值考四分三道的题目 我们的担保呢 有五种形式 分别是保证 抵押 质押 留置和定金 那么一块呢 来看一下 首先呢 来看一下 担保的相关的规定 所谓的担保呢 指的是当事人根据法律规定 或双方约定 为了促使债务人履行债务 实现债权权利的这么一个法律制度 什么意思啊 咱们有一句话叫什么 欠钱呢 永远是大爷 对吧 我把钱借给了你 然后呢 好 借钱的时候 好说话 还钱呢 这就不好了吧 所以呢 为了保证我能够把这个钱呢 顺利的要回来 你在借钱的时候呢 你需要给我压点东西 是吧 你要给我提供点担保 啊 为了促使你能够履行债务 为了保证我能够实现债权 这是担保的一个基本的目的 那么担保方式呢 总共呢 有五种 分成了三大类 第一个呢 叫做保证 保证呢 是由谁啊 是由人来做担保 啊 大家想啊 你如果去银行借钱的话 啊 你要去银行借钱 银行呢 说你找一个人来给你做保证吧 对吧 那你说 哎 不需要 我以我自己的人格来做担保 我能够按时还钱 那银行怎么说 你的人格啊 一分钱都不值 对吧 那保证呢 指的是 你和银行以外呢 你需要找一个什么 第三人来给你啊 做担保 好 第二个的抵押 第三个质押 第四个留质 那么这三个呢 是用什么 是用物来做担保 那比较常见的话 你比如说抵押 我们呢 去银行呢 做贷款买房的时候 一般的都什么 把这个房子抵押给银行 对吧 是用什么 用物来做担保 事后呢 你不还钱 咱们说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庙 对吧 行了 房子在这 我可以把这个房子呢 折价了 拍卖了 或变卖呢 来进行一个处理 好 最后呢 一个呢 叫做定金 什么 拿着钱来做担保 好 你要找我买东西 可以先交点定金 对吧 好 这是我们说的保重方式 然后呢 再来看下面这句话 第三人呢 为债务人 向债权提供担保时 可以要求债务人提供反担保 那么什么叫做反担保呢 我们来这样想一下啊 好 假设的话 我就拿我来举例就行了 我是债务人 我去银行借钱 对吧 那么银行呢 就是债权人 好 那么银行呢 是这样说的 你找一个人来给你做担保吧 对吧 我的人格是不值钱的 所以呢 我只能找一个额外的第三人来帮我做担保 好 假设的话 你们来想一下 现在我来找你呢 来做担保了 你呢 就是这个担保人 那么这个担保人 他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是这样的 他要跟银行呢 做保证 我保证安国庆 他能够按时还钱 如果他不还钱的话 我帮他还钱 这是你需要去做保证的 对吧 好了 大家想想 现在的话 我去银行借钱了 然后呢 我找你去帮我做保证 你心里会怎么想 大家想想 你自己心里会怎么想 你会这样想 我去给你做保证 对吧 你还不上钱 我帮你还钱 凭什么呀 对吧 倒霉的未来 如果让你跑了之后 倒霉的还是我呀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怎么说 行 让我给你去做担保 可以 把你的房本压我这 或者把你家鲁班压我这 对吧 如果说你还不上钱的话 我拿着你这个鲁班呢 去做抵债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 叫做反担保 让我给你去做单 做担保 可以 你在返向的呢 压点东西在我这 这个呢 是可以要求的啊 是可以要求的 好 然后呢 再来看下面这个 担保合同是主合的 从合同 如果主合同无效 担保合同 它也无效 那么这是一个原则 什么意思呢 那为什么说是 担保合同是主合的 从合同啊 我们还来到看的这个地方 来你看啊 我去银行借钱 所以呢 我跟银行之间的话 会有个什么 会有个借款合同吧 会有一个借款合同 然后呢 你帮我呢 去做担保 对吧 你要跟银行呢 下保证 我保证 他能够按时还钱 如果说兴安的不还钱 我帮他还钱 对吧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个担保合同 那大家想一下 你们为什么要签这个担保合同 就为了保证银行 能够顺利的把钱 借出来给我 对吧 所以呢 我们这个担保合同 目的是为了保证这个主合同 能够顺利的进行 所以它是一个从合同 为了保证主合同 能够顺利进行 好 所以原则上就是 主合同如果无效的话 那么担保合同呢 也就无效了 好 现在来给大家补两句话啊 来在这补一下 好 第一句话就是 如果说主合同有效 主合同有效 那我们的从合同 也就是从一起来 担保合同 一定有效吗 啊 主合同有效 那么担保合同就一定有效吗 你要明白 这是两负合同 对吧 主合同和从合同啊 是两份合同 原则上就是 主合同无效 担保合同无效 但是反过来的话 你就要注意一下了 主合同有效 担保合同呢 它不一定有效 这句话怎么来理解呢 我们在后面呢 会跟大家讲 无效合同 对吧 如果这份合同呢 你违反了法律 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话 那么呢 它就是无效的 对吧 所以呢 你这里呢 是两份合同 假设主合同合法了 你从合同违反了 那么这个有效 这个呢 就是无效的 对吧 所以呢 我们说 主合同有效 担保合同呢 它不一定有效 这是第一句话 再来看第二句话 主合同无效 可约定 担保合同有效 主合同无效 但是呢 我们可以约定 担保合同是有效的 那首先呢 我们的法律条文呢 也是这样说的 你看啊 原则上是 主合同无效 担保合同也无效 但是呢 担保合同 另有约定的话 按照约定来处理 这句话怎么来理解呢 我来给大家说一个司法案例 我们直接来看这个例子啊 这个例子没有给大家 没有用 所以呢 不需要浪费你的纸 就直接这样给你放了啊 那么这是由福建省 高级人民法院呢 做的这么一个 借款合同的判决书 那么在这里的话 你会发现啊 因为呢 主债务文的借款行为呢 构成犯罪 所以呢 这个借款合同呢 是无效的 就告诉我们 这里呢 主合同是无效的 主合同呢 已经无效了 但是呢 凡事就怕出现 但是 怎么样 我们的担保人呢 在担保书中呢 是这样承诺的 我这样说的啊 说如果借款人呢 未能按照约定旅行债务 担保人呢 在收到所长通知后 60个工作人呢 无条件代为清长 不得有任何意义 然后呢 担保的保证书下的 担保呢 是担保人的连续性义务和责任 其连续性的不受任何争议 任何索赔 任何法律程序的影响 什么意思啊 就说白了 无论发生什么情况 我都帮他去还钱 那么这个时候呢 法院呢 就这么认为了 哪怕呢 你主合同无效 但是呢 因为你说了这几句话 我就认为 怎么办了 你们约定了担保合同是有效的 好了 这两句话呢 是给大家做了一个补充 要注意一下 第一个 主合同有效 担保合同 它不一定有效 主合同无效 但是呢 我们可以约定 担保合同是有效的 啊 好 那么担保合同 被确认无效之后呢 担保人啊 保证人等有过错的话 应当根据其过错 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讲义都说了是担保合同 谁告诉你讲的是发承包呀 一开始都说了啊 讲义都拿到了干嘛呢 就是 这不讲义都有吗 在那给你讲 你就好好听呗 好 这是呢 我们今年呢 就说是按照最新 之前的不留了个东西 没有说嘛 啊 没有说啊 所以呢 给大家放到这 好了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相关的内容 说第一个 根据民法典来说 除了担保合同 六约定之外 组合同无效 担保合同 怎么办 这除了特殊情况 只要是担保 组合同无效 那么担保合同 它也就跟着无效 对吧 那么答案呢 是选C 怎么效率带定呢 是C啊 原则上就是 主无效 担保合同 它就无效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目 关于担保的说法中 正确的有 第一个 担保是用意物权的一种 来大家想一想 我们的物权呢 有三个 对吧 第一个呢 叫所有权 第二个呢 叫用意物权 第三个呢 叫担保物权 对吧 所以呢 这个担保呢 它跟用意物权呢 是并列的 担保呢 属于啊 担保物权 里边的谁啊 抵押 质押和流质 对吧 他们属于啊并列的 而不是包含关系 那么担保的目的 就是为了保证 实现特定的债权 说白了 就是为了促使你要还我钱 对吧 主合同有效 担保合同就有效吗 你要记着啊 主合同有效 担保合同 它不一定有效 主合同无效 可以另外约定有效 对吧 就刚刚的 我们跟你说的那个司法案例 主合同无效 原则上的也是无效的 但是我们可以约定另外有效 反担保不适用于民法典的规定 其实呢 这句话呢 本来呢 教材里边呢 有 但是呢 根据新的教材来说呢 给删掉了 其实呢 你只要是担保的话 那么他都适用于相关的规定 那这个呢 其实呢 也是适用的 所以答案呢 选的是什么 选的是B和D B和D 好 再来看一下 我们20年呢 刚刚考过去的啊 关于担保合同说法中 正确的是 第一个呢 马上给大家讲 我们先普通来看 我们先看一下BCD 第三人 为债务人向债权提供担保时 不得要求提供反担保吗 可以吧 啊 可以啊 啊 主合同效率不影响担保合同效率啊 原则上就是啊 主合同无效 担保合同 他也无效 啊 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之后 担保人不再承担民事责任 那如果说是因为双方有责任 导致这个合同被确认无效之后呢 要各自重担过错责任 对吧 那无效呢 他也可能是因为某些原因导致的 所以呢 也需要重担相关责任 所以呢 A选项 保证合同双方当时 就是保证人和债权人 就是你啊 和银行 对吧 那我们就紧跟着来一下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保证 那么第一种担保方式 好 还是看这个图 对吧 好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啊 假设的话 我还是说一下那句话 我呢 去银行借钱 银行呢 怕我还不上钱 对吧 那我找一个人呢 来做保证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我说我以我的人格来做担保 银行呢 就说你的人格是不值钱的 所以呢 我需要找一个谁啊 我和银行以外的第三人 来给我做保证 对吧 所以呢 这里呢 我们要明白 保证找的是你债务人和债权以外的第三人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保证人的话 他是额外的第三人 然后呢 现在我找了你了吧 你来帮我做这个保证人 你需要对谁下保证啊 你需要对债权人下保证 对吧 我保证 心安的他能够按时还钱 如果他不还钱的话 我帮他还钱 那你光说嘛 口说无凭 要白纸黑字 所以呢 我们要签一个什么 签一个保证合同 那保证合同 就是谁和谁签的 保证人和债权签的 也就这里边的 你和银行之间 要签一个保证合同 说当债务人呢 不履行债务的时候呢 我来帮他履行债务 那么这个保证合同 有什么内容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 第一个呢就是被保证的主债权的种类和数额 就说白了 我帮他担保什么呀 担保多少呀 对吧 那他履行的一个期限 你不能说让我随时就帮他还钱吧 你得先让他找他还钱 如果他不还钱的话 我再帮他还钱 你得有一个旅行期限 还有相关的保证方式啦 保证范围啦 和保证期间 后边这三个的话 其实呢 你不需要去记 什么意思啊 我们后边会给大家讲 你讲完了知道 他都是维尔这个保证来说的 所以呢 他都是我们保证合同的内容 好 那来看保证方式 保证方式呢 有两种 一个呢是一般保证 一个呢是连带责任保证 先听我讲 啊 有约定 从约定啊 就是我们在合同里边约定 我帮他做一般保证 还是帮他做连带责任保证 但是如果说在合同中没有约定 或约定不明确的话 要注意改了 按照什么 按照一般来承担相关的保证责任 那么好了 有人会问了 老师 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来 听我来给大家说一下 一般保证呢 指的是如果说我到期不还钱 干什么 银行呢 要给我先下催告 催告我还钱 如果说催告完了以后 我还是不还钱的话 他要去法院起诉我 起诉完了以后 如果说我还不还钱的话 他要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完了以后 如果说我还是没有把钱还完之后 再来找你这个债务人 找你这个保证人 所以对你来说风险大不大 不大 对吧 我们的一般保证呢 指的是先去找债务人要钱 如果债务人呢 实在是还不了的话 再找保证人要钱 这是我们的一般 那么连带呢 到期如果我不还钱的话 银行呢 咱们说过 找连带责任 找谁都行 只要我到期不还钱 他可以直接找债务人要钱 也可以直接找你这个保证人要钱 对吧 连带责任 找谁都行 找谁都行 好 然后呢 来看一下我们下的这个地方呢 也属于新家的啊 说在合同中约定 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 由保证人来承担责任的 为一般保证 这个呢 刚刚跟你说了吧 就是先找债务呢 来履行债务 如果说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的话 再去找保证人 叫做一般保证 那我们来看 下边这个一般的保证的一个程序 你来看 就是呢 在主合同 如果说是 我们说是正常来说 如果不还钱的话 他怎么办 催购 催购完了以后呢 应当呢 进行一个起诉或者仲裁 起诉或仲裁完了以后的话 要干什么 再去申请 强制执行 执行完了以后 如果还不行的话 这个时候呢 才找谁啊 找这个保证人去还钱 这是我们一般保证的 对吧 所以呢 如果说我们在合同里边约定 一般保证的话 那么他如果没有去起诉 然后呢 没有去强制执行 就不能来找你这个保证人要钱 所以呢 你作为保证人的话 如果你发现他没有起诉 发现他没有去申请强制执行的话 你怎么办 你就有权拒绝呢 承担保证责任 但是有以下几种情况呢 是除外的 就是以下这四种情况的话 是什么呀 他甭管什么时候 都可以直接来找你要钱 第一个 这位人下落不明 且无财产可供执行的 人跑了 而且他名下没有任何财产 那这里呢 我来给大家举一个 我身边亲的例子 所以呢 你们如果要去做担保的话 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这是个真事啊 好了我就说啊 这是我亲姑姑 然后呢 他呢 给我妹妹 因为我妹妹的有一个 现在不是说给小孩找干爸干妈吗 然后呢 我妹妹 我妹妹的一个干爸呢 是包工头 我就叫做包工头了 啊 是一个做包工头的 然后呢 能说你现在的话 做包工头 你手里没点钱 你是没有办法去找人的 对吧 所以呢 他怎么办呀 他呢 要去银行呢 做贷款 银行呢 做贷款呢 他这个时候呢 银行呢 就让他找保重人 他找了谁啊 就找了我姑姑 他们做保重人 没想到那一年呢 赔了 赔的血本金光的 但是人家呢 怎么办 人家做了一件事情 他要跑路啊 他要跑路 跑路之前 人家把自己名下的 所有财产 全转移给了 他儿子名下 就在跑路之前 人家把他名下 所有的房产 都转到他儿子名下了 跟他没有丝毫关系了 好了 他跑了 下落不明了 对吧 然后呢 他名下没有任何财产量 人家说老师负债子偿 负债子偿呢 那是什么呀 你儿子要去继承父亲的 父亲债务 父亲的遗产的时候 这个呢 不是继承 人家直接怎么办 直接送给他儿子了 这个呢 不是继承 对吧 所以呢 他名下没有任何财产可执行了 那这个时候呢 只有我姑姑他们去帮他还钱 这是个真事 所以呢 你一定要注意一下 不要轻易的给人家去做担保 真的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平时关系再好 对吧 到了金钱面前 该跑了 人家还是跑 该空你 没得商量 好 第二个 法院已经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的 债务人都破产了 我起诉他也没有用了 我强制执行也没有用了 怎么办 找你来要钱吧 债权有证据证明 债务人的财产 不足以履行全部债务 或者丧失了履行债务能力的 说白了 我证明了 他已经没有能力还钱了 我起诉他也没有用了 对吧 我申请强制执行也没有用了 怎么 你这个保证人来还钱吧 你是不能拒绝的 好 第四个呢 就是 保证人的书面表示 放弃本款规赠权利的 就说白了 你对保证人呢 你明确表示 我放弃 你前面要经过什么 催告啦 起诉啦 强制执行啊 这些程序 我都表示放弃 就说明了 我可以接受 你直接来找我要钱 那么这种 这四种情况的话 是什么呀 是可以啊 是不能拒绝的 好 这个呢 是属于我们新家的啊 二件里边新家的 二件呢 就是一件的一个风向标 所以呢 到时候呢 肯定会按照这个来改 那我们就按照这里呢 来给大家说一下 什么情况 你是不能拒绝的 好 这是我们的 这一个 再来看一下保证人资格 对吧 谁能作为保证人啊 很简单 只要你有还钱能力 只要你有还钱能力 不管你是个人 还是法人 都可以来作为保证人 但是我们往往呢 不是要掌握这一个 我们要掌握的什么呀 谁不能作为保证人 总共呢 有三个 第一个呢 叫什么呀 叫做机关法人 不能作为保证人 对吧 主要呢 说的就是行政机关 国家机关 他是不能作为保证人的 那么第二个呢 以公益为目的的 非盈利法人 什么学校了 公办的学校啦 医院啦 等等 对吧 以公益为目的的 还有各种协会 第三个呢 就是非法人组织 非法人组织呢 没有法人资格 不能独立承担 民事责任 所以呢 他是不能去作为保证人的 好 这三个 那除此之外的话 原则上就可以来作为保证人 啊 好 然后呢 来看一下保证责任 发现你们的点呢 永远不在这个考点上 那么厉害 为什么还过不了呢 对吧 先听课啊 保证责任 就说白了 你让我帮你还哪些钱呀 这个呢 是双方呢 在合同里边约定 来你看一下 我们的担保的范围有哪些 第一个呢 是主债权和利息 我找银行呢 借了一百万 利息呢是十万 对吧 那你就帮我担保这一个 然后呢 违约金 什么叫违约金呀 双方呢 在合同里边约定 任何一方违约 应当赔违约金 如果造成损失 应当赔相关的损害赔偿金 还有一个 实现债权的费用 这的话什么意思啊 就银行呢 为了促使我还钱 他去法人起诉我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会有一些诉讼的费用 那么这些的话 如果说银行赢了官司 那当然他肯定赢 那是由我来还的 对吧 但是呢 你作为保证人 你也要承担相关的保证责任 你需要承担这些 主债权和利息 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 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好了 这个地方叫什么 有约定 从约定 如果说没有约定 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话 应当对全部债务来承担责任 什么意思 你跟银行呢 签了一份保证合同 合同里边是这样说的 我对安国庆的主债权和利息 承担相关保证责任 好了 事后的话 银行只能找你要主债权和利息 那什么违约金 赔偿金 其他的费用呢 是不能找你要的 对吧 有约定 从约定 约定什么 要什么 但是如果说没有约定 或约定不明确的话 这个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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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农药 就说吧 全都帮着我赔 全都帮我赔 好 这是这个 然后呢 再来接着往下看 在保证期间 债权人呢 依法呢 将主债权 转让给第三人的 保证人呢 在原担保范围内呢 继续承担责任 当然有约定 从约定 我们只需要掌握住 前面这句话就行了 我来给大家举例子 还是 那我呢 去工商银行借的钱 对吧 我去工商银行借钱 那么工商银行呢 就是债权人 我呢 是债务人 你作为这个保证人 对吧 好了 工商银行呢 把对我的债权呢 转给了农业银行 来 大家想一下 不管是我 还是你 我不 我不 这个地方的话 是工商银行也好 还是农业银行也好 对于我们来说 有没有影响呀 没有呀 对吧 那要么我还给工商银行 要么我还给农业银行 反正这个钱呢 我始终是要还的吧 那你也是帮我做担保 都是一样的 没有任何的影响 所以那这个时候呢 进行债权转让的话 是不需要承担 保证人的同意的 那么保证人呢 在原担保范围店 继续担保就行了 因为对你来说 没有任何利益的影响 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好 再来看上面这一个 那么保证期间 债权人许可债务人 转让债务的 应当取得保证人的书面同意 如果说保证人 对未经期同意转让的债务 就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了 那么这句话 怎么来理解呢 还是那样的啊 我去工商银行借钱 对吧 我是债务人 然后呢 我跟工商银行说 我不要还钱了 我让我的父母来帮我还钱吧 那你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想啊 好 你不还钱了 你让你的父母来帮你还钱 那么你的父母 如果说没有这个还钱能力的话 最后倒霉的就是我这个保证人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对你来说 有没有利益的影响 有呀 对吧 所以呢 在转让债务的时候呢 可能会对你这个保证人造成利益的影响 这个时候一定要取得保证人的书面同意 如果说保证人没有同意的话 那就不再做担保了 好 之后呢 再来看下边这一个 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协议变工主合同 什么叫主合同啊 本来呢 我去工商银行借了10万块钱 对吧 我用你来做担保的话 你帮我还多少钱 你就帮我还10万块钱吧 好了 现在呢 我跟工商银行说 我不要借10万了 我要借15万 那是不是多了5万块钱 多了5万块钱的话 对你来说有没有影响 有呀 你事后的话可能要帮我多还5万块钱呀 那么这个时候呢 也是只要对你有利益影响的话 就得取得保证人的书面同意 如果说未经同意的话 那也就不再担保了 但是要注意下 原担保呢 是继续有效的 什么意思 还是帮着还这10万块钱 多数那5万呢 就不再管了 是原担保呢 是继续有效的 好 再来看 一般保证的保证人未约定保证期间 保证期间呢 为主债务履行期 届满之前呢 往后推6个月 那么连带责任呢 也是 如果未约定保证期的话 自主债务履行届满之前 往后推6个月 什么意思 就是保证期间呢 是有约定 从约定 没有约定的话 为主债务履行期 届满之前呢 往后推6个月 怎么来理解 我们来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 合同里边约定 保证期间是两年 约定好了 保证期间是两年 人说呢 你要帮我做担保 做两年 那么这两年 从哪天算呢 就是从我最后 还款的那一日算 合同里边约定好了是 2020年的5月31号 是我的最迟的还款时间 对吧 所以呢 如果是5月31号 这一天 我不还钱的话 从2020年的6月1号起 往后推 两年 未来的这两年呢 就是你的一个什么 保证期间 那么银行呢 先去催告我还钱 然后呢 去起诉我还钱 然后呢 申请强制执行 让我还钱 对吧 然后呢 如果还不了的话 在这两年里边呢 找你要钱 这是他在这两年里边 要去做的 就是什么 有约定 从约定 那么如果没有 约定保证期呢 就是从 我应当还钱的那一天起 往后推 就是最迟还钱的一天起 往后推6个月 就是在这6个月里边呢 他要完成各种手续 包括呢 找你让他还钱 那么如果说 在这6个月里边 没有找你要钱的话 6个月以后呢 就跟你没有丝毫关系了 你也就不再承担 相应的保证责任了 啊 有约定 从约定 没有约定的话 则主债务履行 其介满制期呢 6个月 甭管是一般 还是连带 你就那瞎聊 我刚刚说 非法人组织 无法独立 承担民事责任 对吧 他不是法人 他没有法人资格 对吧 所以呢 他不能去承担 相关的保证 你我在讲都说了 干嘛 你看你们聊的比谁都嗨 一个个的都比谁都厉害 对吧 所以呢 我在讲的时候呢 你们别瞎聊 每一句话都解释了 都不听 好 再来看一下这个担保的种类 这个呢 了解一下就行了啊 那么第一个呢 叫投标保证金 这个呢 是由投标人交的 什么意思啊 我交呢 这一部分钱 保证呢 我在招投标的阶段 不随便的去撤销 我的投标文件 对吧 然后呢 如果说我随意的撤销的话 你可以没收我的投标保证金 那第二个呢 叫履约保证金 这个呢 是中标人签的 什么叫履约 履行合同啊 就缴纳这个钱的目的是干什么 为了保证 我能够完全的履行合同 对吧 给你把活干好 第三个呢 叫什么 叫工充款支付担保 大家想一想 我把活给你干好了 我怕什么呀 我怕你不给我钱呀 所以你也需要给我一个担保 叫什么 叫工充款支付担保 能够保证你给我工充款 最后呢 还有个叫预付款担保 什么意思 我们说预付款呢 指的是你还没有干活 我提前给你工充款 对吧 万一你跑了咋办 所以呢 这个协款潜逃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哎 你要交一个预付款担保 好 这呢 了解一下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题目啊 好 第一个就是保证合同 是谁和谁定立的合同 谁对谁下保证啊 保证人对债权下保证 我保证债务人能够按时还钱 如果他不还钱的话 我帮他还钱 对吧 哎 就是我们的保证人和债权是双方当时 好 大家看 根据民法典规定 下列条款中属于保证合同 应当包含的内容有什么 对吧 就是呢 第一个 我帮你保证什么呀 主债权的种类 然后呢 就是保证的期间 保证的方式 保证的范围 对吧 后边这CDE的话 是专门呢 来给大家说的嘛 啊 专门来给大家说的 CDE啊 当然前面还有个A 啊 ACD 好 再来看 假经常单位呢 和以施工单位 签了一份施工合同 由丙公司呢 为假呢 出具一个工存款的担保 担保方式为一般保证 假到期呢 未能支付工存款 则已呢 怎么办 这个地方呢 说的是一般保证 一般保证呢 我们说 先找债务人 要钱 对吧 那这里边的话 谁是债务人啊 哎 是我们的假公司 对吧 只能销求 假呢 先行支付 如果说假呢 确实没有能力 去还这个钱的时候呢 再去找 丙公司要钱 选的是C 好 再来看 假施工企业 和水泥厂呢 签了一个采购合同 并由丙公司呢 来作为保证人 那么担保呢 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货款 但是呢 担保合同中 并没有约定担保方式 则问你 这个担保方式 什么呀 有约定 从约定 没有约定 按照最新的规定 叫什么 按照一般来做担保 对吧 是A选项了 A选项了 按照一般来做了 有约定 从约定 没有约定 按照一般来做担保 好 再来看这个 假企业向银行呢 借款一百万元 由丙呢 来作为保证人 合同签订后三个月 然后呢 假合一呢 协商 将贷款金额呢 增加到一百五十万 假合一呢 通知了丙 丙呢 问语答复 假到期呢 不能偿还债务 则说法中 中取的是 你看 让丙呢 来作为保证人 丙呢 帮他还多少钱 本来呢 是还一百万 现在改了 改成一百五十万 对于丙来说 有没有利益的影响 有吧 这要协议变工 组合同 是有利益的影响的 有影响的话 就需要怎么办 书面告知保证人 并且要取得书面同意 没有取得书面同意的话 就不再担保了 但是原担保的话 继续有效 对吧 那这一百万元的话 还是要担保的 因为呢 你通知了他 他没有答复 也要记账 如果说有利益影响的话 你要通知他的话 一定要取得书面答复 没有书面的话 一律是为不同意 所以呢 怎么办 这一百五十万里边的话 这一百万还是要担保的 但是终加的这五十万呢 就不再担保了 所以呢 答案呢 选的是D 应当对一百万担保 但是呢 终加的五十万就不再担保了 就要是 这一百万的担保 这一百万都不再担保了 我就看看他们在多么厉害 我就看看他多么厉害 还19年20年 我用21年的东西讲课 你拿19年20年东西来评价我 真的是啊 好来看一下 甲与双方的签了买卖合同 秉单为你的债务提供保证 但是并没有约定担保方式和保证期间 则关于该说法中证据的是 第一个保证期间和买卖合同的诉讼 实际上是相同的 咱们说过保证期间有约定 从约定 没有约定的话 为什么主债务旅行期 届满之日往后推6个月 当然刚才说老师可不可以约定 少于6个月 少于6个月的话傻呀 那简直是玩不过来 你要去催告 要去起诉 要去强势执行 我觉得这个债务人呢 他真的是傻 少于6个月 当然你也可以啊 你要说是你不怕的话 你就往后少 啊 诉讼时效的话 应该什么 应该是三年 所以那不是相同的 接着说没有约定担保方式的话 怎么说 有约定从约定 没有约定的话 按照一般来走 我已经说了按照最新的来说 最新的来说 干什么呀 那保证期间的话 有约定从约定 没有约定为主债务旅行 届满之日起呢 6个月 对吧 好 假在保证期间 未经秉的同意 将主债权转给了丁 秉呢 就不再担保了 来看 那么假是谁呀 假是债权人吧 来我问你 债权人转债权 需不需要同意啊 不需要呀 我刚给你举例子呢 不管是还给工商银行 还是还给农业银行 这个钱呢 我始终是要还的 对吧 所以你只需要告诉我 把钱还给谁就行了 这个时候呢 不需要征得同意 但是什么时候同意啊 如果说转让债务的话 那个时候呢 会对保证人造成影响吧 那时候是需要取得同意的 而债权转让 是不需要经过同意的 所以呢 他还需要继续担保 在保证期间 没有要求比我呢 承担保证责任 则比我呢 免除责任了 所以在这六个月里边呢 我没有找你还钱 超过六个月了 那就没有必要了 对吧 就是能在这时间里边 去找你还钱 好 这道答案呢 选择什么 选择是B和E 好 再来看一下这个 下列主体中 具有保证人资格的事 好 第一个 公益事业单位 那这个呢 是不行的 对吧 然后呢建筑行业协会 等会呢 来跟你说 清算中的法人 清算了 是不是都已经破产了 没有能力了 所以那这两个呢 会被删掉 剩下的就是B和E了 那在我们国家的话 要注意一下 这种协会的话 一般呢 都属于什么呀 以公益为目的的 相关的非盈利法人 因为呢 他们都归谁管 归民众不管 也属于以公益为目的 非盈利法人 所以那相对然的话 国有金融机构 就是我们那些四大银行之类的 那么他是可以具备 法人资格的 还有人说 刚才还有看到 有人特别厉害 说非法人组织 是婴儿 也不知道是 反正我这 我觉得不是听我的课吧 对吧 我肯定我没有说过 组织是婴儿 什么叫非法人组织啊 我们在讲税的时候 跟你说过 对吧 什么合伙体企业了 个人独资企业了 虽然呢 它是个组织 但是什么 属于非法人组织 是由个人来承担责任的 组织 它不是婴儿 一个是组织 一个是人 怎么能画等号呢 它是这个计划 一般呢 是没有相关 能够成立民事 能够独立承担 民事责任的 这么一个能力 所以他们不能作为 保重人 这道题呢 答案呢 选的是D 好 再来看这道题 这是19年了 给大家改的 当时呢 在合同中约定 如果债务人 不能履行债务时 由保重人 来承担保重 为连带责任 什么 先找债务人 再找保重人 叫什么 叫做一般保重 对吧 如果说对保重方式 没有约定 或约定不明确的话 应该什么 按照一般来走 那么对保重范围 没有约定的话 应当对全部债务 来承担责任 什么 主债权 利息 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 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对吧 有约定 从约定 没有约定 全都赔 那么一般保重的保重人 未约定保重期的 为主债务旅行 届满钱 六个月吗 那么什么 届满志旗 往后推六个月 届满志旗 六个月 最大答案呢 选的是C选项 你没要回钱的话 那只能说 你自己在想办法呗 你这东西的话 你跟我跑我这 这有没有什么用了 刚刚跟你说了吗 咱们说啊 本来约定好了 2020年5月31号来还钱 对吧 约定好了 2020年5月31号来还钱 如果是不还钱的话 那就什么 履行届满志了 有一句话叫 法无禁止皆可为 你别在那降 你降没有任何用处 你降的话 明年再见呗 对吧 反正对我来说 没有任何的影响 无非呢 你就骂我 说我讲的不好 你过不了吗 对吧 我现在告诉你 就三个人可以 不能做 一个那是行政机关 对吧 一个那是非法人组织 还有那是以公益事业 以公益为目的的 非盈利法人 那你非得要跟我讲 那没有任何的用处 反正我该讲我的就这样的 原来是原来 现在是现在 我按照现在来讲 你就不要去考虑原来了 好吗 按照新的 咱就不要去考虑原来了 已经过去了 对吧 我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说过嘛 新年已经开始了 咱们就不要往回头看了 往前走 现在讲什么 就是什么 让你怎么记 你就怎么记 你非得让他这样 干嘛呀 还有人拿着19年的教材 18年的教材来弄 没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 也别说我脾气不好 确实呢 也真是 你不听劝 确实容易导致人脾气不好 好了 之后呢 来看下边这个 抵押 质押 留置和定金 首先的话 来看一下我们的抵押 那么抵押呢 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基本的法律概念 说为了保障 债务的一个旅行 债务人或者第三人 不转移财产的占有 将该财产呢 抵押给债权人的 如果是债务人呢 不履行盗窃的债务 或者发生一些其他情形的话 有权就该财产的优先受偿 提供财产的债务人 或者第三人为抵押人 债权人呢 为抵押权人 提供的财产呢 为抵押财产 好 这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是吧 去银行呢 做一个什么 抵押贷款买房 大家想一想 你如果是你买房子的话 你也会发现 你把房子抵押给了银行 你还能不能住啊 你把房子抵押给了银行 还能不能住啊 能住啊 对吧 所以那怎么办 是不转移这个财产的占有的 是不转移的 对吧 那些我把房子抵押给了银行 我要贷款30年 如果这30年 我不让我住的话 我有必要去抵押贷款吗 对吧 我还不如去卖个盛呢 卖个眼角门呢 对吧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 一定要注意一下 抵押呢 是不转移对财产的占有的 好 这是第一个 其次呢 我们来给大家来说一下 假设 我还是拿我来做举例子啊 假设 我呢 去银行 做贷款 那么我是债务人 银行呢 是债权人 对吧 这个呢 先捋好 好了 我自己的名下 有房子 我把我自己的房子 抵押给了银行 就是说 我把我自己的房子 抵押给了银行 那你会发现 这个房子是这样 这个房子是我的吧 我把我自己的房子 你说提供财产的这个人 就是抵押人 所以呢 我把我自己的房子 抵押给了银行之后 那么我这个时候呢 还是抵押人 对吧 我既是抵押人 又是债务人 我把房子抵押给了银行 那么银行呢 这一圈人 就是抵押全人 这是一种情况 那有人会发现 老师还有一个第三人 对吧 好 我们来看这个 好 还是 我呢 去银行呢 做贷款 我去银行 做贷款 然后呢 我是债务人 银行呢 是债权人 对吧 然后呢 但是呢 我名下没有任何房产 但是我爸妈有呀 对吧 所以呢 经过我爸妈的同意 经过银行的同意 我把我爸妈的财产 房产 抵押给了银行 因为对于银行来说 他不管是谁的房子 只要能够保证 日后你还不了钱 我有东西来补偿就行了 好了 那么现在的话 这个房子谁的 这个房子是我父母的 对吧 相对于我和银行以外 父母呢 就是什么 第三人 对吧 那这个房子谁啊 这个房子是我父母的吧 所以呢 我的父母的房子 那我父母呢 就是什么 就是抵押人 然后呢 银行呢 拿着房子了吧 所以呢 银行呢 是抵押全人 这呢 就告诉我们了 一个概念了 我问大家 第一句话 这五人 一定是抵押人吗 这五人 一定是抵押人吗 不是 你要明白 抵押人呢 指的是 房子是谁的 谁就是抵押人 对吧 谁提供的这个财产 谁就是抵押人 那么这个抵押人呢 可能是债务人 也可能是额外的第三人 但是 债权人 一定是抵押全人 又拿写反了 啊 这个地方写反 这个小小小写了个字吧 抵押全人 少写了个字 好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啊 然后呢 来看一下抵押物 能够抵押的 大家想想 能够抵押的 那有两种 一个呢 是不动产 一个呢 是动产 你能够进行处理的 那就是能够抵押的啊 分两种啊 一个呢 是不动产 一个呢 是动产 好 来看一下 第一个呢 谁呀 哪些不动产呀 叫建筑物和土地的附着物 对吧 就是拿着房子去做抵押 第二个呢 我们在一开始呢 就讲过 对吧 建设用地使用权 虽然说呢 他带着这个权 但是大家注意一下 他不是单独的权利 你想想吧 来 建设用地使用权 是使用这块土地的权利 对吧 那么这个权利 他能够离开土地吗 他是离不开土地的吧 对吧 建设用地使用权 他能够离开这个土地吗 他离不开吧 所以说 逢随地走 地随 逢走 对吧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他也属于不动产 那么第三个呢 叫什么 叫做海域使用权 什么叫海域使用权啊 他就类似于这个建设用地使用权 你看 建设用地使用权呢 是对土地来说的 对吧 我要用这块土地去盖房子啊 之类的 那么什么叫海域使用权啊 我承包了一片海域 我要搞 用它来搞养殖 啊 搞养殖 那么海域这个时候呢 也算是不动产 还有一个什么 正在建造的建筑物 正在建造的 也可以去做抵押 那么这都属于啊 不动产 既然说呢 是不动产的话 我们在之前也跟大家讲过 只要出现不动产 立马就要想到 跟它有关的权利 都用到什么呀 自登记时设立 啊 抵押权 自登记时设立 一定要去登记 啊 一定要去登记 好了 那第二种呢 是动产 对吧 动产的话有什么呀 什么设备啦 原材料啦 半成品啦 成品 正在建造的传播 航空器 以及相关的交通工具 那么这些呢 属于动产 动产呢 抵押权呢 自合同生效时设立 合同生效了 就设立了抵押权了 好 这里呢 不光这样来考 会怎么考 第一个呢 就问你 哪些呢 是可以抵押的 你甭管分动产还是不动产 你往里边选就行了 就怕这样来考 说下列哪些财产的抵押权 自登记时设立 出现登记 立马选什么 选不动产 哪些财产的抵押权 自合同生效时设立 立马选什么 立马选动产 看清楚 人家问的是 登记还是合同生效 如果登记 立马选不动产 如果说合同生效 立马选动产 好 这是说 哪些呢 是可以抵押的 再来看 哪些不可以抵押 你能够处理的 就能抵押 那你不能够处理的 不是你的东西的 那就肯定不能抵押吧 好 第一个呢 叫什么 叫土地所有权 土地所有权 要么归国家所有 要么归农民 集体所有 你能够处理吗 你处理不了 对吧 第二个呢 宅地地 宅地地 自留地 自留山等 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 谁有的 集体所有的 你能够上次处理吗 不能 但是说法律允许的话 也行 但前提是原则上 这些呢 是不行的 原则上是不行的 但是农村呢 它不是确权了以后吗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呢 也是可以的 但原则上是不行的 好 第三个 学校 幼儿园 医院 等以公益为目的的 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的 教育设施 医疗 卫生设施 等等 第四个 所有权 使用权 不明 或者有争议的 我说是我的 你说是你的 到底是谁的 不知道 所以到这个时候 我不能去擅自处理 第五个 已经被查封 扣押和监管的 哪怕是我的 我也动不了 对吧 贴着封条呢 这些呢 是不可以擅自去动的 好 就说吧 一定不是自己的 或者处理不了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是不能抵押的 然后呢 再来看一下抵押的效率 抵押的效率 其实没有做公改 那他们担保呢 是一样的 甭管是保证 抵押 质押 还是留置 他们的范围呢 都是一样的 什么呀 主债权 利息 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 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有约定 从约定 没有约定 全都赔 一个道理 对吧 你看 主债权 利息 违约金 少了个顿好 他的书呢 一直没有改过来 损害赔偿金 实现债权的费用 对吧 可以呢 在合同中 约定 担保的范围 就说白了 有约定 从约定 没有约定的话 哎 全都赔 好 抵押人呢 有义务妥善 保管抵押物 并保证其价值 不光是我把动产 还是不动产 抵押给了银行以后 因为呢 是不转移战友吧 这个车呢 我还该开了 还开 对吧 这个房子呢 我该住了还住 但是呢 我要保重他呢 他的价值 你不能 你看比如这个车 我不能说 天天随便的 找个马路牙子 撞撞 找个电线杆子 撞撞 对吧 拿个小刀 在上面画个画 那这是不行的啊 我要保重他的 一个什么价值 那么在抵押 我把房子 抵押给了银行之后 还能不能去卖掉 这个房子呢 如果说我们很多人呢 经历过这个事情 你会发现 我把房子抵押给了银行之后 经过银行的同意 我还是可以把这个房子给卖掉的啊 所以呢 在抵押期间 抵押人呢 经过抵押全人同意 转让抵押财产的话 可以啊 但是呢 应当将转让的价款呢 向抵押全人提前清产或者提存 就说白了 你如果说把这个抵押物给卖掉以后 这个钱呢 要么呢 你提前去还钱 要么呢 你提存 什么意思呢 我来给大家举个例子 假设呢 我去银行呢 借了100万 咱们假设呢 还剩 还欠他100万啊 还欠他100万 好了 那么在这个抵押期间呢 经过银行的同意 我把这个房子呢 给卖掉了 对吧 假设卖了180万 咱们就假设卖了180万 好了 那么这180万 我该如何去处理呢 我能够都随便的去花吗 不是 有两种途径 要么呢 我把这100万给他还了 叫什么 叫做齐田 提前清偿 对吧 要么呢 怎么提存 我就不还你 对吧 但是你不还的话 你也不能随便花 你需要怎么 你需要把这欠的 100万 放到公众机构处 你放那 谁也不能花 然后呢 由公众机构呢 按月呢 帮你去还钱 按照约定帮你去还钱 但是 对吧 你要么呢 提前清偿 要么呢 提存 两个里边选一个 啊 也说呢 你的欠款范围里边 是不能随便花 当然 老师说 那么多卖呢 80万呢 啊 那80万 你随便走 对吧 你爱干嘛干嘛去 啊 你买个油艇 也没人管你 但是呢 在这欠款 这100万的话 要么提前清偿 要么呢 做提存 好 这是两个里边选一个 然后呢 再来看下半这句话 下半这句话呢 经常有人做错 什么呀 转让的价款 超过数额部分呢 归抵押人所有 不足的部分 由债务人清偿 对吧 我把房子抵押给了银行 还是那句话 本来呢 是欠他100万 然后呢 经过银行的同意 我把房子呢 给卖掉了 卖掉了180万 对吧 那么这100万的话 应当去还钱 是吧 还多了80万 那么这80万给谁呀 房子是谁的 就把这80万给谁 对吧 因为房子 所有人 就是什么 抵押人 所以说 谁的房子给谁 就是归抵押人所有 凡事就怕出现例外 对吧 比如说 我欠了他100万 把房子卖了 只卖了80万 还欠20万吧 那么这20万 由谁来补啊 不足的部分 由债务人清偿 说白了 谁欠钱 谁去还 所以在这里呢 它是两个概念 一个是抵押人 一个呢 是债务人 好 那么在抵押期间呢 没有经过同意 是不能转让的 所以呢 经过同意呢 是可以转让的 好 抵押的行为 足以使抵押物价值减少的 抵押权人 有权要求 抵押人 停止其行为 对吧 发现呢 你在车上画画 然后呢 去撞毛了牙子 银行呢 如果发现之后呢 可以有权 要求你停止的 啊 抵押权和债权呢 是同时存在的 不能单独分离 啊 单独转让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就说白了 你如果去工商银行借钱 你就要把房子 抵押给工商银行 你能不能说 我去工商银行借钱 我把房子 抵押给农业银行 这个是不行的 找谁借钱 把东西呢 抵押给谁啊 他们是同时存在的 不能单独分离 转让 好啊 股票的话是可以质押的啊 来看一下 抵押权的实现啊 我们把这个地方讲完了之后 算了 不讲了 现在是几分 这个呢是55 咱们休息10分钟吧 休息10分钟啊 我都说了 我用的是21版的 二件里边改的东西 怎么就不听话呢 21版的二件 它的就是我们21版 一件的一个风向标 你等着拿着 到时候拿着 你拿着5月份的一件调查 你来看看 肯定是什么 等会儿跟你讲 后边还有质押呢 没有多大的变化 没有多大区别 我不抽烟 真的跟大家说个玩笑话 我去年呢 在上二件的时候呢 我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觉得呢 大家上课呢 比较累了 我说歇会儿 我喝口酒 真的就是呢 在那喝口水 谁上课去喝酒 还真有人当真了 直接到去 到现在还去 还拿着个视频 去找我们的相关工作人员 说老师上课 怎么能喝酒呢 人家别有人 别那么较之啊 我怎么讲 你就怎么记就行 你不用管民法典 你也不用管其他的 回家来水下 哎呀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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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组织 为什么会有人把这两个东西 给他画董号呢 为什么会有人把这个东西 给他画董号呢 你像告诉我 为什么你要会说 什么非法人组织不能 那自然人也就不能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问呢 你这不就想象 我相当于把他们花等号了吗 对吧 听我讲过税吧 我说过什么呀 里边有什么 个人独资企业 合伙企业 这就属于什么 个人独资企业 合伙企业 或者什么 我们的个体户 那么他们就属于什么 非法人组织 也就说白了 如果说我以这个个人独资企业 去做担保的话 那是不行的 你个人独资企业 去做担保 或者你合伙企业去做 那是不行的 但人还是可以的 人是可以的 为什么 个人独资企业 合伙企业 他是不能独立承担 法律责任的 他是要归到人的身上 所以呢 非法人组织 他是不能来作为保证人的 人是可以的 对吧 对啊 对这谁说 对对 这个intrace 说的很对 就是个体户 比如说我开了个小卖店 对吧 好 小卖部 那我是小卖部的老板 就说白了 小卖部不能做保证人 但是小卖部的老板 可以做保证人 拔海不是海 不需要同意 什么叫同时存在 刚刚不跟你说了吗 再说一遍啊 你去工商银行 你去工商银行借钱 那你把房子抵押给谁啊 你去工商银行借钱 你就得把房子抵押给工商银行 对吧 你不能说我去工商银行借钱 我把房子抵押给农业银行 那这是肯定不行的 就是吧 你找谁借钱 你就把房子抵押给谁 所以呢 抵押权和债权是同时存在的 就在一个人身上 对吧 我们前面讲过嘛 抵押权人就是债权人 对吧 不能分离 单独转让 好 还有一分钟啊 哎呀 没改25% 他为了卖书 他说什么都可以啊 对吧 那他说30% 100% 当然不可能100% 对吧 我昨天晚上呢 我说过 对吧 我在余夫帽 我就要安国庆 对吧 我戴安全帽 我还就要安国庆 你穿个马甲 我就不认识你了吗 或者你脱下马甲 我就不认识你了吗 他就有那么个道理啊 民合同法三个字 改成民法典 担保法三个字 改成民法典 19年改成200年 他也认为是变化 啊 就这么意思 所以能改成了百声战书 不需要 你就按照这个地方来走一遍 这是最新的二件教材 来的 所以呢 按照这个来记 现在是没有问题的 先按照这个来记 这是最新的 二一版的二件教材 你不需要说 老师我非得按照 民法典来走 先不要 先按照这个来走 那先按照这个来走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接着往下走啊 准备好了 恢复一个亿 好 来看啊 债务人呢 不履行到期债务 或者发生当审约定相关的情形的话 怎么办 抵押群呢 可以跟债务人商量一下 把这个抵押财产呢 进行一个什么 折价 什么叫折价呀 你比如说 就说了嘛 这个房子市值200万 那么就当做200万就行了 这叫折价 对吧 就是他市值多少 就当多少钱来抵就行了 那也可以商量什么 去进行拍卖 那么一般呢 就是去法院的拍卖 对吧 商量一下 我们去找法院的拍卖一下 或者怎么 商量一下呢 直接呢 去卖掉 就是卖掉 对吧 这个呢 我们可以选择 选择怎么 选择折价 还是选择去法院拍卖 还是选择去啊 进行变卖 对吧 从这里边选一个 如果说没有达成一致 那你也不同意 我不同意折价 我也不同意拍卖 我也不同意变卖 我啥都不同意 你以为我没有办法治你了吗 如果说双方不能达成一致的 怎么 银行呢 或者说抵押全员 直接去法院申请啊 拍卖或者变卖 由法院帮你去拍卖 或者直接帮你变卖 不需要经过你同意了 当然 卖的这个价格应当参考市场价格 对吧 你不能说这个房子市值两百万 你帮我卖个一百八十万 市值两百万 你也卖不到三百万上去 就是市值多少 我们就按照市值来走就行了 参考市场价格 先选择折价 拍卖还是变卖 从三个里边挑一个 如果是挑不出来的话 直接呢去法院申请啊 拍卖或者变卖 好 那再来看这个啊 同一个财产 像两个以上债权抵押的 好 来听我说啊 假设我有一套房子 这个房子呢市值一千万 好 我抵押给了第一家银行 他给我贷款呢五百万 那你会发现贷款金额和市值呢 明显不对等吧 那我可以怎么办 还可以啊 二次抵押 假设呢 我又把它抵押给了你银行 给了我呢 给了我三百万 发现怎么办 还是不满足我的市值呢 还是可以去抵贷 抵得好 找了第三家银行 丙银行 给了我两百万 哎 那基本上呢就满足了这个市值了 满足它的价值了吧 好 那日后呢 我还不了钱了 那他们怎么办 他们商量了一下 把我房子给拍卖了 假设的话 拍卖了一千万 或者大于等于一千万 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吧 都能还得上呀 怕就怕什么呀 只卖了九百万 那你会发现 先还给谁 最后的那一个人 是缺一百万的 就针对这个房子来说 你听说啊 只针对这个房子来说 对吧 我只卖了九百万 那么这个时候呢 围让这个房子 甭管是先还给谁 最后那一个人的话 他是总始终是缺一百万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来了规定了 对吧 法律存在意义呢 不就是解决争议吗 所以如果说同一个财产 像两个以上 这群抵押的话 按照什么 已经登记的 按照登记的时间顺序来走 比如说 我底下给了甲银行 是四月一号 底下给了乙银行 四月五号登的记 底下给了丙银行 四月四号登的记 那怎么还钱呀 先还给甲 再还给丙 最后呢 再还给乙 还给甲多少钱 还给甲五百万 对吧 那么还给银多少钱呀 两百万 最后呢 是乙 还给他多少钱 还是两百万 那你说 老师还有一百万呢 剩下一百万 有乙 你自己想办法去 对吧 真对这个房子来说 我们已经把甲和银 给他摘掉了 那剩下的一百万 你自己该起诉的起诉 该干嘛的干嘛 我们主要是 维要着这个房产来说 怎么去处理啊 这什么 已经登记的优先 对吧 已经登记的 按照登记的时间 先后顺序来走 那如果说是 还有没有登记呢 那是 已经登记的优先 与未登记的 说白了 一切我们都要看登记 你甲管是动产 还是不动产 虽然说的是不动产呢 是怎么 合同生效 不是登记之后呢 才设立 但有的时候呢 他可能忘了登记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也是 已经登记的优先员 未登记的 当然我们的动产呢 他也是可以登记的 动产 如果说你想要去登记 没人拦得着你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你甲管是动产 还是不动产 只要是登记的 那就优先员 未登记的 按照登记的时间 先后顺序来清偿 那么如果说没有登记呢 按照债权比例来清偿 你看刚刚说的 加上那五百万呢 登记了 对吧 那三百万 没有登记 那两百万 没有登记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该如何去处理呢 好了 我们说已经卖 总共卖了九百万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先把这五百万给他还上 因为这个呢 是已经登记的 还剩多少钱 还剩四百万 那么这四百万 如何去还乙和饼呢 按照他们所占债权的比例 债权多少钱 债权呢 本来是一千万吧 那么这三百的话 那就是啊 十分之三去还钱 对吧 那下来的话就是 十分之二去还钱 就是按照你们的比例去做了 按照比例去做了 好 就是接着啊 就这里呢 不需要去纠结太甚 就接着 是登记优先 已经登记的优先员 未登记的 没有登记的话 按照债权比例来走就行 这是我们说最新的 最新的 你只要记着 只要是登记的 那永远是最先 什么叫登记的 优先于未登记的 只要登记了 对吧 那就是要最先啊 登记的优先于未登记的 你假设 5月1号找贾 要了五百万 没有登记 5月3号 找倚要了五百万 登记了 来先还给谁啊 先还给乙 你不管是乙 是什么时候 只要是登记的 肯定优先员 未登记的 那么已经登记的话 按照登记的先后顺序 来进行清场 好 然后呢 来看一下这个啊 开发商 以其AD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来作为担保 建设用地使用权 对吧 属于啊 不动产 那么按这个时候呢 说的什么呀 说我现在肯定是吧 肯定不是保证 保证呢 是人去做保证 马上呢 给大家讲质押 质押呢 是动产和权利 留置的话 是动产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属于不动产 实际是抵押 那个地方 反正你知道 按照比例去走就行了 不会让你去算的啊 不会让你去算的 你关注点 永远不在重点上啊 有记者按照 如果说没有登记的话 按照比例去算就行了 下列财产 不能作为担保物的事 哪一个不能作为担保呀 哎 教育啊 设施是不能担保的 对吧 哎 教育设施 下列财产 不可抵押的是 哪一个不能抵押呀 哪一个 集体所有的宅地地 不是你的东西 对吧 还不是你的东西 好 关于抵押的说法中 重视的是 那可以在合同中 约定担保范围 对吧 有约定 从约定 没有约定 全都赔 有义务 还是没有义务啊 有义务 妥善保管抵押物 保证其价值不变 有义务 对吧 转让的抵押物价款 只需要高于 担保债权即可 说白了 你卖这个房子 要怎么 参照市场价格来走 对吧 参照市场价格 可以与其担保的债权分离 而单独转让吗 要同时存在 不能单独转让 就这样来考呀 你真的纠结那么多干什么呀 又不是去考司法 对吧 司法都不像大家这么纠结 答案呢 选的是A 好 那看这个 在财产抵押时 自合同生效时设立的是 合同生效 什么呀 是动产 哪几个是动产呀 原材料 交通工具 生产 设备 C和E的话 属于不动产 所以选的是A B D 好 再来看这个 关于抵押权的实现说法中正确的事 来 大家这个自己做一下 对吧 不 一 我 我 有人选A A那个地方我讲的超级清楚 对吧 A那个地方我讲的超级清楚 抵押物折价之后 其价款超过债权部分 归谁所有啊 归谁啊 归抵押人所有 对吧 咱们说嘛 这个抵押物是谁的 多出的钱呢 就归谁所有 但是呢 不够呢 谁欠钱谁还 所以呢 不足的部分有债务人清偿 你看清楚对吧 我说过嘛 抵押人和债务人 不一定是同一个人 对吧 多的钱归抵押人所有 因为房子是他的 不足的部分呢 有债务人清偿 因为是他欠的 没有清偿的 可以呢 协商一下 拍卖该抵押物 可以吧 以登记的和未登记的 有同等法律效率啊 谁啊 以登记的优先于未登记的 那么抵押合同 以登记生效的 按照债权比例来清偿 已经登记的 按照什么 登记的先后顺序来清偿 就这样来考察大家 所以你不需要去深抛 抛把人家的祖坟都抛出来了 对吧 你抛人家往前抛800年 你都没有用 你就知道典型的片面意思即可 片面意思即可 别深抛啊 别深抛 好 答案呢 选的是B 选B 好 然后呢 来看一下质押 啊 质押的话 来看啊 所以他的概念 说质押的指的是 这人或其第三人 将其动产或权力 移交给这群人战友 来看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的对象是谁啊 我的对象是动产和权力了 对吧 我们下来说一个动产 那如果说我把汽车押押给银行 来我把汽车押押给了银行 我还能不能开啊 能开 因为押押呢是不转移战友 对吧 但是根据这个概念 如果我把汽车质押给银行呢 还能不能开了 那就不能开了 怎么叫移交战友 啊 用动产和权力来作为担保 来我问你 不动产的话 能不能质押 不动产能不能质押 啊 这里呢是不能的 你没有办法转移 你转移了之后 你想想 你把房子质押给银行做贷款 坏了 没地方住了 对吧 去住马路边吧 然后自己搭个帐篷 啊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 不动产是不能质押的 也是一样 你自己有汽车 你可以拿着你自己的汽车 质押给银行 那么你自己没有汽车 如果经过父母的同意 你也可以把父母的汽车 质押给银行 对吧 那么你的父母就是啊 什么 你和银行以外的第三人 所以呢 这五人或者第三人为出制人 那么银行呢 就是我们的治权人 对吧 相关的物呢 就是这个治物 有人会问老师 什么是权利啊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权利 也是要了解即可 你不需要去申破啊 别破人家的祖坟 没有用 啊 你看第一个叫汇票 本支票和本票 那我就刷一刷 刷一个支票吧 大家想一下 如果说我呢 随手呢 给你一个支票 那就说比如说 你可以拿着这个支票去取钱吧 叫什么 取钱的权利 好了 你要拿着这个支票去做质押的话 你需要怎么 你需要把这个支票交给人家手里 对吧 移交过去 什么债券了 存款单了 然后呢 还有什么 仓单提单 再来说仓单核提单 我呢 在某个仓库里呢 存了十吨水泥 对吧 有一个取货单子 那么取货单子的话 就是说 就是我去取货的这一个权利 对吧 我要质押给你的话 我把这个单子给你 如果后期呢 我还不了钱的话 你拿着这个单子呢 去取货就行了 啊 取货的权利 啊 还有什么呀 转的基金啊 股份啦 什么可以转的商标专用权啦 专利权啦 著作权啦 等等 还有什么呀 现有的 或者将有的 应收的账款 什么叫现有的 我看一下 比如说 我说这个天冲座吧 啊 咱们就举例的啊 这个天冲座呢 欠了我十万块钱 啊 那我现在的话 就可以去找他要钱吧 这个什么 要钱的权利 好了 我把这个权利给你了 你去要吧 对吧 那还有什么 什么叫将有的应收账款呢 我来给大家说这么个 啊 高速公路收费权 啊 什么 那咱想一下啊 那么当地 咱们说要致富先修路 对吧 路修好了 行了 那我们就可以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了 那么当地呢 很穷 当地很穷之后呢 没有钱呀 然后呢 财政拨款呢 你也知道 对吧 下来之后呢 层层往下拨 最后呢 到手呢 也就那么一丢丢 对吧 一奶奶 然后呢 没有钱呀 和什么 你当地的政府呢 去银行呢 借钱 银行呢 也怕这个政府呢 不给钱呀 然后呢 说你要去做担保 咱们说过吗 前面讲过 有关政府 行政机关 是不能作为保证人的吧 好了 那这个时候呢 政府呢 可以说 我把高速公路 未来多少年的收费权 质押给你 叫什么 叫将有的应收 未来的话怎么办 你只要盖好了 行了 你去 你自己设人去收钱吧 钱呢 给你也就行了 收费权 好了 这里的话 我们要注意这几个 第一个呢 叫建设用地使用权 就注意 重点注意这个 建设用地使用权 来 他能不能质押 虽然说呢 我带着权 这一个字 对吧 但是说过 建设用地使用权 是离不开这个土地的 所以他应当是不动产 不动产 是不能质押的 不动产 是不能质押的 好 原则上 质押呢 自交付财产时设立 自交付财产时设立 如果说是汇票 本票 支票 债券 存款单 仓单 提单去出制的话 也是一样 自相关的凭证 交付时设立 你比如说这个支票 我拿着支票去做质押 我只要把支票给了你啊 就成立了 对吧 但是 如果说我没有相关的凭证呢 口说无凭呀 对吧 那就自办理啊 登记时设立 好了 我就简单这样来理解 原则上就是什么啊 你甭管着拿着什么做质押 一律呢 以交付为准 只要交付就设立 但是需要交相关凭证的 你没有凭证的时候呢 你需要怎么办 需要去登记 原则上就是以交付为准 如果需要凭证 而你没有凭证的时候呢 就是以啊 登记为准 好 这说的是质押啊 800年能考一次 好 而且呢 20年呢 刚刚考完 再考的概率不是很高了 再来看留置 留置的概念呢 指的是债权人按照合同约定 占有债务人的什么 动产 说白了 留置 只能留置什么 留置动产 啊 而且呢 是转业占有 那这里呢 教材呢 给删掉了 按照之前来说 总共呢 有三种合同 是可以留置的 还是回顾一下 哪三个合同啊 第一个呢 叫加工重揽合同 我去让你帮我做一个门窗 重揽合同 第二个呢 叫运输合同 第三个呢 叫保管合同 那么他们都是围绕着动产来说的 如果说债务人不按照合同约定期限 旅行照的话 我可以按照法律规定留置该财产 这里呢 告诉我们 留置是双方合同约定的 还是法律规定的 这个呢 指的是法律规定的 就是哪怕呢 在合同里面没有约定 我也可以留置你的财产 那来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这个运输合同 典型的发快递 快递有一种业务叫货到付款 对吧 那大家想一下 来了一个快递 人家说20块钱快递费 如果你不给他的话 他给你快递吗 他肯定不傻 他不给你这个快递 对吧 什么呢 怎么办 留置了啊 留在手里 你什么时候给他快递费 他什么时候给你这个相关的快递 啊 那这个呢 也不需要双方的去约定 直接呢 是什么 直接是法律规定的 或者呢 重打合同 我让你帮我制作十个门窗 对吧 然后呢 到期呢 我来拿窗子 我不给你钱 你就把这个东西呢 给留下 什么时候给你钱 什么时候你把窗子给我 或者保管合同 我让你保管什么 保管一批货物 对吧 到期了之后呢 我来拿货 我不给你保管费 你就可以怎么办 把这个货物呢 给我扣下 这个呢 不需要双方约定 直接呢 法律规定的 而我们前面讲的保证啦 抵押啦 质押啦 这都是双方要在合同里边有约定的 啊 那好 那么留置全人和债务呢 扣下之后 多久之内来赎他 如果说没有余的话 怎么办 是自我扣下之后 60日以上的这么一个旅行期 当然鲜活衣服的除外 对吧 就像呢 我前一阵从山东呢 买了一批西红柿 正好赶上北京那个那一阵 对吧 全国呢都比较聋 然后呢 这西红柿呢 到了家之后呢 成了什么 成了冻西红柿了 那么这种东西的话 你说我要给你扣60天 你说我是给你西红柿苗呢 还是给你西红柿伴啊 对吧 还是给你冻起来 最后呢 给你个冻西红柿 那所以呢 鲜活衣服的话 是最好出来 就是说一般来说 有约定从约定 没有约定的话 我要给你至少60的一个旅行期 你来赎它 啊 那么在扣留期间的话 有义务呢 来帮你妥善保管这个东西 啊 好 因保管不善 导致留置物灭失或毁损的话 应当重担相当迷失责任 好 然后呢 来看一下 做了一个对比 啊 这三个啊 质押 质押的对象呢 一定是动产和不动产 说完了 权力 我说了抵押 抵押 动产和不动产 说白了 权力是不能抵押的 而且抵押的时候呢 是不转移抵押物的占有的 你把房子抵押给了银行 还是能够住的 第二个呢 叫质押 质押的对象呢 是动产和权力 说白了 不动产 是不能质押的 你把汽车 质押给了银行 就不能再开了 叫什么 叫转移 占有 好 留置 留置呢 不需要双方约定 直接呢 是法律规定的 如果他不给你钱 你就可以扣他的东西 啊 而且留置 只能留置 动产 你不能说 把他的房子 留到你家里去吧 你塞不下 对吧 你家是个70平的房子 人家是个700平的大别野 你塞你家去 塞不下 所以呢啊 只能留置的是 动产 啊 只能留置动产 好 这是他们做了一个区别 啊 做了一个区别 好 来看啊 再来看定金啊 最后呢 这个了啊 这个地方一定要听话 别瞎聊了 别瞎聊了 再瞎聊 直接全都禁言啊 定金呢 要学会什么 学会计算 首先呢 你要明白一个点啊 我们这里呢 有两个定金 一个呢 叫这个定金 一个呢 叫这个定金 啊 带宝盖的定金呢 是由法律约束的 是由处罚功能的 什么没收了 双倍返还了 而这个定金的话 它就是个预付款 没有任何的约束力 啊 所以呢 你如果要交定金的时候呢 一定要写清楚 交的是这个定金 好 那比如说啊 我要去买一个华为手机 假设呢 是八千块钱 啊 现在我循序渐进啊 你别跟我讲啊 我循序渐进 慢慢的给你往上套 好 我要买这个华为手机呢 八千块钱 那他没有货 我说你去帮我提一个吧 对吧 我特别想用这个华为手机 他说帮你提货可以 你先给我一千块钱的定金 我给了他了 好了 那事后呢 我问你 如果说我来买这个手机的话 那我这个定金该如何处理呢 有两种手段 第一个呢 得做价款 第二个呢 收回 什么意思啊 我直接给他补上七千块钱 尾款就行了 那也可以怎么办呀 也可以这样 哎 我给你八千 对吧 你再给我退我一千 那你说老师 这不这不麻烦吗 你甭管 你就记着 我可以选择 底座价款 我也可以选择收回 好 这是这一个 那好了 如果说我不买这个手机了呢 给定金的一方 如果不履行债务的话 无权要求返还定金 那么这一千块钱怎么办 涨了翅膀 哎 就飞走了啊 如果说不履行债务 无权要求返还定金 那如果说他不卖给我了呢 收定金的一方 不履行债务的 应当双倍返还定金 要给我多少钱 要给我两千块钱 好 这是这一面 然后呢 再接着往下走 定金合同呢 从实际交付定金制起生效 什么意思啊 6月1号签的定金合同 6月5号呢 给的定金 那问你啊 定金合同哪天生效啊 以啊6月5号为准 交钱那一天呢 为准 好 来了最重要的那个点了啊 说定金的数额 由当审约定 但是不能超过 主合同的20% 超过的部分呢 是不产生定金效率的 先不管后边这句话 好 那怎么来理解呢 来看啊 假设8000块钱的手机 我给了他2000块钱定金 对吧 只要在考定金的时候呢 立马就会算到20% 也就说白了 定金最多给多少啊 8000的20% 应该是1600元 对吧 我给了多少啊 我给了2000块钱 那么2000块钱呢 立马就要算清楚 20%以内是1600 还有20%以外是400 它是这么两部分组成的 好了 我问你啊 如果我不买这个手机了 我能不能把定金要回来 原则上不能 但是不能的是哪一部分啊 是20%以内的 我要不回来了 说白了 这1600我要不回来了 但是多出来的这400 它不产生定金效率 所以呢 这400我是可以要回来的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它如果不卖给我了 我问它要多少钱呀 双倍返还定金是4000吗 不是 20%以内的是双倍返还 20%以外的话 要原价返还 就说白了 这1600我要乘以2 对吧 然后呢 这400呢 原价返还多少钱 是3600元 好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 这是这个很好 然后呢 再来看这句话 实际交付的定金数额 多余或少于约定的 视为变工定金数额 怎么来理解 说白了 双方约定 看啊 咱先不咱就这样说 约定好了 要约定定金20万元 约定了定金20万元 但是呢 我实际给了10万 或者30万 两个里边挑一个 对吧 这是多给的 这少给的 这是多给的 约定的是20万 但是我实际给了10万 或者实际给了30万 那以什么算 哎 那就以啊 10万算 以啊 30万算 就说完了 由首先呢 看约定 对吧 如果有实际的话 看什么 看实际 啊 有实际 看实际 也实际为准 有些人很厉害 把那个第四章就去 现在你先学第一章 还没到第四章呢 啊 都写了嘛 这是少 约定好了20万 那第一种情况呢 是我少给你的 我给了你10万 这叫少给 对吧 第二种情况呢 我给你30万 这叫什么 叫多给 对吧 这叫实际给 所以呢 有实际 就按照实际来走 对吧 那按照10万来双倍返还 或者按照30万来双倍返还 有实际看实际 我没让你去看什么 我没让你去看到20% 咱不要去考虑他 就说白了 咱现在不要去看到20% 你就想啊 如果说约定和实际不相符的话 就是以实际为准就行了 会不会会有提啊 会不会会有提啊 你真的是操心的 真的不是个时候啊 我肯定会想到大家问那些点 我们接着往下走就行了啊 好 大家看 以股份呢 来做担保 叫什么 股份叫权利 对吧 所以那叫什么 叫做质押啊 股份叫权利 所以那叫质押 定金和违约金 我求求你了 到第四章才学呢 啊 你别觉得自己之前考过 我就特别想要咱循序渐进啊 好 不能设定权利的事啊 不能设定权利质押的事 就是以下哪一个不能质押呀 就说白了 谁呀 房屋所有权 为什么呀 你先甭管它是不是你的吧 对吧 因为呢 它属于啊 不动产 所以呢 它是不能质押的 好 再来看我们2019年 问你哪一个可以质押呀 其实那不应该叫担保法了 对吧 应该叫民法典了 哪一个可以质押呀 啊 谁呀 生产设备 ABD的话都属于什么 属于啊 不动产 对吧 答案呢 选C 来看一下19年的这道题目 啊 抵押和质押 财产说法是 财产说法中 中取的油 第一个 不动产 既可以抵押 也可以质押 不动产 只能抵押 不能质押 动产 既可抵押 也可质押 这个呢 可以吧 双方都可以 动产 可用于抵押 但是不能用于质押 那B对了 C就不对了 不动产 可用于抵押 但是不能用于质押 动产 可用于质押 但是不能用于抵押 错了 对吧 随道答选的是B和D 好 来看20年这道题目 这道题目呢 是有点超纲的啊 好 你看第一个 质押呢 包括俩 一个呢 是动产质押 一个呢 是权力质押 对吧 不管是动产 还是权力 就是以交付为准 原则就是以交付式设立 当然 你看人家说的是 权力凭重交付嘛 对吧 那么有凭证 就是以交付为准 如果没有凭证呢 以而当即为准 既然说了有凭证呢 那就是交付 动产和权力 都是以而交付为准 我把相关的权力 交给你之后 如果说针对这个权力 产生了自息之后 我有权力收取这个自息 什么叫自息呢 我来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你比如说呢 你去买一只母鸡 你买的什么呀 你买的是母鸡 对吧 你买的是母鸡 然后呢 母鸡呢 在你买的过程中下了个蛋 这叫什么 这叫自息 这叫自息 是相对于原财产以外 产生的利润 或者利益 你买的是鸡 然后呢 下了个蛋 这个蛋呢 叫自息 好了 如果说我们把财产 质押给对方的话 那么在质押期间 产生的自息 是归治权人的 所以这个呢 是超纲的 他有权收取 富有妥善保管义务 对吧 所以呢 打起来是ABC ABC 富有妥善保管 我把汽车质押给你了 对吧 你就把它给我封存了就行了 ABC 好 来看留置 留置的话 属于债权吗 我们在讲物权的时候说过 留置属于担保物权 对吧 他不是债权 我 你把我的东西呢 给我扣下了 你怎么 你给我负责 保管留置物 建设工程合同 可以适用于留置权吗 那么我们留置权呢 主要针对谁啊 主要针对洞察来说的 对吧 而建设工程合同 是围绕着不动产来说的 所以呢 是不能进行留置的 啊 那么留置呢 不需要双方约定 它是基于法定而产生的 所以答案呢 选D 好 来看 那把买了材料设备之后呢 交给保管人进行储存 没有进行支付储存费 有权扣留相关的货物 叫什么呀 你不给钱 我扣你 叫什么 哎 叫留置权 对吧 答案选C 好 来看这道题 这道题呢 就比较经典了啊 约定设计合同 设计费用呢 是200万元 给他了50万的定金 如果说不履行合同 返还多少钱 返还多少钱 有人说 哎 50乘以2 100万 对吧 你要记着 出现主合同 先把他的送出来 定金最多给20% 多少钱 最多给40万 对吧 我给了50万 那么50呢 是有两部分组成的 40加10 是这么两部分的 对吧 说白了 如果是双倍反华的话 是20%以内双倍反华 20%以外 原价反华 多少钱 90万 对吧 那如果没收呢 没收40万 10万还得给我返还回来 好 这是这个 再来看 债务人履行债务之后 不可抵做价款 要么抵做价款 要么收回 对吧 哎 定金和定金 法律效果是相同的 不一样 定金是受 这个定金 是受法律保护的 而这个呢 是不受保护的 超过20% 超过部分 不归定金管 不是定金 无效 只是说超过部分 不归定金管 他的单性质呢 就是担保 对吧 就担保 怕你跑了 好 来看这个 这是17年 我们考的 设计费呢 是200万 然后呢 定金呢 是15% 来 很简单 有没有超过20% 没有呀 没有超过20% 怎么办 直接是200万 乘以15% 是不是就行了 怎么反华呀 再去乘以2即可 对吧 因为他没有超过20% 没有超过20% 就据实双倍反华就行了 多少呀 哎 60万 对吧 真的 有人选C 为什么选C呀 对吧 哎 这个时候呢 就据实啊 据实 据实 好 来看这道题 刚刚就说 老师你帮我 给我们讲糊涂的道题啊 来看 6月1号呢 甲义双方呢 签了买卖合同 总价款呢 是100万元 约定给定金呢 是30万 约定好了 给定金30万 但是呢 由于资金周转困难 买方呢 于6月10号呢 给了25万的定金 预签售 来问你 一个呢 是30万 一个是25万 以哪个为主呀 有实际 看实际 这个时候呢 看什么呀 把30万给他删入就行了 就是25万 对吧 然后呢 再来看一下 总价款呢 是100万 所以呢 应该是多少 20%是20万 对吧 那我给了你25万 立马就会写 20加5 这么一个组成 对吧 好 如果买卖合同 是主合同 那么定金合同 就是从合同 我们为什么要签 这个定金合同 就是为了保证 这个买卖合同 顺利的进行 买卖合同 是诺从合同 后面呢 会跟大家讲 双方一死一致 合同就成立 哪一天 6月1号 但是定金合同 属于 实践合同 应当以 实际交付 定金置金为准 哪一天 6月10号 对吧 如果说 卖方不能交付货物 用到返还 多少钱 应该是 20以内的 双倍返还 20以外的 原价返还 是45万元 若买方放弃购买 仍可以要求返还 5万元 对吧 20万飞了 这5万还可以 要回来 所以那答案呢 选的是A比E 那这个呢 就说的是 约定好了 定金30万 我给了你25万 这叫什么 这叫少给 对吧 少给 那好了 约定好了 定金30万 我给了你35万 我给了你35万 这叫什么 这叫多给 那如果我给了你35万的话 怎么算呀 那35万的话 就是由20加15 这么一个组成部分 对吧 20双倍返还 15原价返还 20予以没双 15予以返还 就这个意思 就少给 多给 你不管少给了 还是多给了 都是以实际给的去算 实践合同 后边第四章会告诉你 先不要着急 慢慢走 那你要找30万给呀 那就没变呀 对吧 拿着30万给 那就没变 就是20加10嘛 对吧 你这个 那他就能写的 那去怎么办呀 对吧 那又要写的啊 那人家愿意给 你拦不住人家啊 人家愿意给 还有人说 为什么要30万 来看看 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90万 对吧 然后呢 约定400 200万的 那所以呢 定金给多少钱 给10% 等于要给40万 但是我实际给多少 我实际给了50万 对吧 50万的话 就是40加10的 这么一个组成部分嘛 你40双倍返还 10万原价返还 那不就90万吗 都讲得很清楚 就是他啥 他多给 有人说 是什么情况下 会多给啊 就这一个字 脑子没开光 对吧 人少钱多啊 好了啊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一节呢 就给大家说完了啊 我不管你拿的是19版的教材 还好 还是20版的教材 还好 还是18版 17版的教材 还好 我们现在的话 跟你讲的是 参照什么 21版的 二件教权 来走的 那么一般来说的话 这就是一个风向标 没有特殊情况的话 我们21版的一件教材的话 也是这样改的 所以就给大家讲了 你如果说老师 我就想要听你21版教材的话 那我要等到5月份跟你讲 那个时候呢 直播大班课已经结束了 直到来不及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按照21版的二件教材 先给你讲了 我觉得变化呢 就不会再大了 就不会再大了 好了 那还是要注意一下 就是重中之中的话 就是个定金 一定要学会计算 对吧 20%是一个分水岭 20%以内的 要么没收 要么双倍返还 20%以外的 一律原价返还 不能没收 不能双倍 这是我们的几个担保 几个担保 好 还是那句话 我们不是去做律师 做律师呢 我也没有那个水平 跟你讲课 对吧 我只是从表面来跟你讲 这是民法 这也不是刑法 对吧 咱是只从表面上 来给大家做一个讲解 你看一下 我们的口题 不是很深 就是表面意思 咱别去钻那个牛角尖 你看 他的尖都被磨没了 对吧 别去钻那个尖 你钻那个尖之后呢 越钻 越容易出不来 越钻 越容易明年再见 对吧 See you tomorrow 好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呢 就结束了 还是那样 我们正常的话 都是在每周三 6点55呢 准时开始 直播大班课的内容的讲解 那么下一节课呢 就回归到第三章 讲招投标了 招投标呢 目前来说 招标和投标 目前来说的话 没有做公改 因为那个中求意见稿呢 还没有正式实施 所以呢 还让着我们现在的教材 来走就行了 包括二一版的二件教材呢 也没有做公改 所以呢 你如果说有相关教材的话 当然这里呢 甭管是19年还是20年 都可以去看啊 先去提前看一下 招投标的相关的内容 好了 我们这节课呢 就讲解结束了 行吧 提现 你提现干嘛 啊 等着呢 我给大家找一篇文章 看一下定金和定金的一个区别 你关注一下公众号 我到时候给大家找一篇文章 定金和定金的区别 你到时候你看一下就行了 我抽时间给大家弄一下 好吧 拜拜 我戴口罩 你们肯定会投诉啊 老师你上课戴口罩 讲课不清楚 你可以单独签啊 好的 现在大家还有这个声音吗 你们能够听到声音 看到画面吗 如果有能听到声音 看到画面呢 同学可以在公面上 给我叉叉个一 嗯 好的 正常是吧 行 那今天呢 我们一见的这个课程哈 一见的课程 我们爱国欣老师呢 已经给大家讲课完毕了 对 然后我们的这一个 呃 今天呢 稍稍提前下课了一点点 大家呢 就是如果有问题 也可以在我们主播间里面 进行一个提问 咱们还有明天一天课的一个时间 明天 明天是建筑 去这种提电公路水利 那还有同学 现在有疑问说 这个路波的问题 是不是 路波哈 原来的直播 为啥不能看路波了 可以的 我们的这个直播 它是会有路波 提供给到付费的同学 除了路波之外的话呢 也会有讲义 会听给大家 那现在我的助教 星河也帮我推送一下 咱们的这个 呃 直播基础专题课 那这个专题课的话呢 大家如果有报名 就可以去观看我们课程的一个路波的 那我刚刚看到这一位同学哈 呃 我们尾号是7818说看不了的 你呢 是在 嗯 订单里面 我只看到在2020年的10月 买了个二件的订单 除此之外 就没有我们的一件的订单了 所以你可能是没有购买 所以说你看不到 像我同学觉得我们的 呃 这个安老师讲究有点快 或者说直播两个小时 呃 听下来的话 有的时候难免会走成 会一下子吸收不了的 那你肯定要去多看路波 多看讲义哈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给大家推送出来的是 这个直播基础专题课 里面呢 有包含全套的 全套的 我们现在每天晚上在播放的 这个直播这个直播大班课 呃 同时的话呢 还会给大家赠送配套的 电子版的随堂讲义 以及纸质版的名师 名师讲义给大家 单科一门的话呢 是350元 全科四门呢 是790元 那我同学问到说 还会有金奖吗 会有金奖的哈 金奖的话呢 是在教材出来之后 大概呢 是在今年的五月份 那足迹同学问到说 大班课的讲义 可不可以不要加密啊 当然不行啊 我们的讲义 我们的路波 它都是付费学员专属 所以说会有加密 如果你是付费学员 像比如说足迹 我看到你已经购买了我们最高端的套餐云私塾 那你就可以去下载讲义 可以去观看路波的 我们的加密只是针对于付费和未付费的一些学员 如果你付费了 那就直接随便下载 嗯 如果说没有付费呢 那看到只是一个加密的 像现在来说啊 我们今年九月份就要考试 对吧 现在已经是一月的中旬了 那么马上呢 大家也是心思 心思不再学习 这样要去过年了 其实留给大家学习的时间的话呢 你自己算一算 其实没有多少 对不对 那意见又要有四门 四门同时进行个备考 所以整体的一个复习时间还是非常紧张的 在此的话呢 也是建议各位同学能够尽早开始学习 能够多花点时间学习 就多花点时间学习 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给大家提供的七百九十元的学习包 又有课又有书 对吧 你从现在起开始去学 是可以跟得上来 可以说把我们现在教材里面的一些重点 一些基础部分先掌握起来的 那有同学 这个WMJQ同学问到 精品VIP现在没有吃中全科了吗 有按我们所有的课程 都是有分单科和全科的 既然你问到精品VIP的话呢 先跟大家讲一下哈 我们直播间的一个八折的优惠 直播间一个八折的优惠 如果你要买全科的话 原价是三千九百元 那么直播间的话呢 是享受八折 给到大家的最终到手价格呢 是三千一百二十元 三千一百二十元 好吧 这个已经是折后价格了 如果大家想要购买的话呢 可以点击台商进行一个下单 那有同学又会说了 那这个三千多和刚刚说的 那个金品百多块钱呢 到底每一个比较好 那其实呢 这两个是属于一个包含关系的 像精品VIP就是属于一个完整的套餐 那套餐里面呢 是既包含各个阶段给你安排的课程 还会有给你赠送的书籍 但更给你提供 比如说我们答疑服务啊 还有节点提醒服务 以及今年考试不过 明年就是2022年 是可以免费重学的 因为有同学说 我们到这一个 意见有点难度 可能一次性考四年 没有这么多时间去备考 那么呢 你就可以啊 比如说今年考二冲三 明天再去考其他科目 我们是免费第二年重学的 那相当于是你三千多块钱 你可以学两年 一年只需要一千多 又可以学四科 一科的话呢 那就只需要几百块钱 就可以搞定了 我已经买过了 看起来没有需重学 你已经买了需重学科了 是吧 好的 已经买过了 其实现在是有的 还一直都会有的 然后这一位景同学说到 96分升级 余思书的差价是多少 差价的话呢 就是看你之前花了多少钱 然后现在余思书多少钱 直接去减掉 你之前所花的费用就可以了 如果说想要升级的话 你可以加下我们的一个QQ群 群里面会有我们助教老师 可以帮你去查询 你之前的订单 帮你算一个最终的差价好吧 想要升级云思书的 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公屏上 点击链接 加入到我们的意见配考三群 或者说加一下我们的微信 助教的一个微信号 但是如果同学们 现在还没有购买过华星的课程 只是来听听我们的直播 对不对 那么呢 你就可以先买一个最入门的 790元的这个专题包 790元 里面有包含我们全套的 咱们2021年全新升级的直播大班课 像有同学呢 他也会纠结说 怎么今天没有EVE了 今年呢 是没有EVE 因为我们在原本 EVE的基础之上 做了这个升级 给打了个名字 叫直播大班课 给大家呢在教材出来之前 先去讲解教材当中的 层中考点 帮大家呢 先做一个预习的工作 打好基础 等教材出来之后 你如果再去学习的话呢 5月份再学 9月份就考试 那你是完完全全不够时间的 所以一定要从现在开始 跟着我们的直播大班课 那直播大班课 已经啊 已经在11月份就开课了 现在已经是第9次上课了 不知道大家现在 在我们主播间的同学们 有上了几次课 可以给我在公平上 敲出对应的一个数字哈 第一次听啊 只上过一次课的敲一 第二次的敲二 上过多少次课 你们可以敲出对应的一个数字来 好 看到这个上班同学敲了三 许冰敲了七啊 已经上了七次 旁野同学 哎 敲了五 也有刚刚来听课的华尔同学 只敲了一 那跟你们讲一下 我们从11月10号起 就已经开课了 那么每周都会在周一周二 周三周四的晚上 给大家安排各个课目的 这个直播大班课 像是你们现在没有一个人敲久的 我们已经九次课过去了 没有一个人敲久 那你们就需要什么 需要去把之前错过的那些课 去追回来 没错 去追回来 怎么追呢 那要去看我们的录播课了 录播啊 每一次直播 我们都会在 两到三个工作日 给大家上传录播 那录播你肯定是要得看了 而且就算你把每一次直播 都能坚持听直播 那你还是要看录播的 因为什么 因为人都会遗忘的 都会慢慢的 忘记掉这些你学过的知识点 所以呢 我们要去进行 滚动的一个复习 那我同学问到说 直播大班课有没有讲义 当然是有讲义的 我们就会给大家提供 全套的随堂电子讲义 还有一个呢 是我们书籍名师讲义 讲义是有两种的 大家把这个概念给分清楚 一种呢 是伴随着课程 但随着我们的直播大班课 每一节课都会提你一份的 电子随堂讲义 另外一种呢 是纸质版的名师讲义 它是作为一个辅导书 帮大家呢 去分析考词 总结思维导图 要把考点呢 进行详解和梳理 配合习题 给到你 这是一本完整的 校服资料 那有同学说 不记得几次上课了 反正已经补完补课了 那你很优秀啊 就会已经购买了 我们市政 精品VIP全科的 这一位同学 都是看了路播 路播也可以 路播其实你们看起来 也会更方便啊 可以放慢倍速 可以暂停 葛德老师讲得慢吧 基础特别好的同学 葛德老师讲得慢 那你也可以加快倍速去学 好吧 那这位尾号是9979同学问道 老师我想问一下 我的这个教材 什么时候能到 这位同学哈 你买的是我们的 一件的课程 然后给你送的 不是说教材哦 是我们这个名师讲义哦 就是我刚刚给你介绍的 纸质版的这个名师讲义 正在修订当中啊 正在修订当中 所以现在还不没有 给大家去进行个发货 而且最近啊 最近因为受到 疫情的一个影响 呃发货也是受到了 这个阻拦的阻碍的 所以请大家耐心等待一下 当然如果你买了 我们一定是会在 之后可以邮寄的时候 按照定单的 先后顺序 给大家进行个发货 所以是早买早发货 早买早学习的 那也有同学会说 我没有书现在 怎么办 怎么学 那没有书 照样可以学 啊 不要说没有书了 就不学了 再只是你偷懒的一个借口 我们会给大家提供 随唐的电子讲义啊 你可以把电子讲义 每一节课打印下来啊 在讲义上面去听课 做笔记 做练习 都是OK的 好吧 那现在给大家推送一下 我们的弹窗 大家可以直接点击弹窗 去进行一个下单 如果说是想刚刚入门 先去听一听 先去学一学的 那么你们可以买 咱们现在最便宜的 最便宜的这一个 直播技术专题课 你们有包含大班客核 送你一本明示讲义 然后单科350元 全科790元 但是有的同学 将近我们一间的同学 比较是会做计划的 会用于筹谋的 一次性可以说 购买我们完整的一个套餐 这样子呢 就可以帮你规划好 从基础到想化到冲资 一整个完整的 现在到9月的学习计划 同时呢 也会给大家提供 更多的书籍 除了明示讲义之外 还有一本 第一年间的节目女事件 在习记过程当中 也会给大家提供 下线的一个答疑服务 让你听大班客有问题了 可以随时解决 做题啊 比如说题库上 每天去做题 发现有问题 不知道怎么去做了 那也可以有老师 给大家去进行一个答疑吧 这就是我们精品YP 所购买一个完整套餐 给大家带来的好处 而且还有同学的一个保障哦 那也是免求大家的 一个后顾之忧 现在大家如果说 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也可以在我们公民上 去进行一个提问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差不多就要结束 了 要亲爱的同学们 现在我们本周的话 已经是第三周三 明天还有最后一次课 就是食物的课程 明示讲义和试卷 是一起寄出的吧 对的 这个大概率是会一起寄出的 到时候你就会一起收到 差不多啊 对明示讲义要等到新道 才出版之后 才会去进行修订 因为我们肯定是想给大家 游戏最新的一个内容 好的不客气 那我这位已经购买了我们精品YP全科的同学 市政的同学 就可以就是去学习啊 咱们现在其实也不买 才九点钟 刚刚九点钟哈 如果就比较努力 比较积极的同学 那么你现在买了课之后 还可以先去学一学 或者说先把之前你错过的 那一些章节内容去补回来 像是咱们的法规 二件是刚刚出教材了 法规的变动的话呢 像是民法典那一块 变动还挺多的 所以像咱们一件哈 现在趁着教材没有出来 你把老师在大班课里面 讲到的这些恒定考点 重要的考点 先去学下来 打好一个基础 到时候就来出来了 再把你的重心 放到教材变点上面 那这样子你学习 就每段都非常的清晰 而且呢也会比较的轻松一些 然后现在给大家有推送出去弹窗 大家可以直接点击弹窗去进行一个下单 如果说这个价格 这个价格不正确的话呢 那么你们也可以就是在公屏上 来喊我去进行一个改架 因为我现在看到了说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直播基础专题课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弹窗里面的一个价格 是比我这个给大家的价格要更高一些的 像我刚才给他讲了 我们是五折的一个优惠 对吧 直播基础专题课 里面包含直播大班课和民事讲义 好 那这里头的话呢 是原价700元 原价700元 但是啊 我们直播那的话呢 是给了大家五折的优惠 那大家看到的弹窗 就是我们官网的统一售价 目前的折扣的话呢 到手一颗是525元 525元 那么其实是会比较稍贵一些些的 你们如果说现在想要购买的话呢 可以直接在公屏上面喊我去进行一个改架 525的话呢 是75折的一个价格 而直播间是给到你最低的5折的价格 所以有需要的同学呢 可以就先点击立即报名 点击立即报名之后去选择你所需要的专业 然后去购买 去提交订单 提交订单立即支付 然后订单提交之后的话呢 就可以帮大家去进行价格的一个修改了 其实现在的话呢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或在我们的手机APP上面去看一下 谈称为什么是这个500多块钱呢 就是因为整个官网的统一售价就是500块钱 它的折扣就只是做到500多块钱 但是直播间给到你的是350元 最低的5折的一个优惠 那如果有需要的同学现在可以赶紧下单 分单之后的话呢 我帮你去进行一个价格的修改 好吧 嗯 我们就这样新黑也说了 价格可能是一直会有互动 但是我们直播间是最低的一个价格 这个大家可以就是记住哈 如果以后想要公传了 那么你也可以多帮助一下我们的直播 都会有定期的一些活动 每一次直播课呢 也会有额外的一些福利和足够优惠给的大家 基础专辑和精品VIP有什么区别啊 野兽同学 这个呢是他们俩啊 是属于包含的关系 来我们看一下啊 精品VIP的话呢 它是一个套餐 套餐里面有课程 是送你书籍 给你提供服务 以及呢有两年的这样一个学习期 那么里面包含的课程 肯定是主要的主题部分 有什么课呢 来看一下学习方法论 内考指导给大家做预习的 那正式的上课去 比如直播大班课 考点金桥班 学习规划指导每月一次的 还有后面副期的优选提分 我考米逊啊 等等等等的这些 我用红色框框 框出来的 这所有的课程都是精品VIP里面包含的 那么专题课里面 它是包含只有一个课 叫做你们听的这个直播大班课 看到了吗 像是我们金比VIP有 12345678910个课 而基础专题课里面 只包含一个课就是直播大班课 那么在书籍方面也有不一样 我们的直播专题课的话呢 是只会给你一本名去讲义 我用黄色的圈圈圈出来 而金比VIP会再送你一本 历年真题集母女试卷 除此之外 金比VIP会给你提供答疑服务 重要考试节点的提醒服务 以及第二年免费同学的这个服务 这样子对比你能够清楚吗 这位野兽同学 所以你刚刚问的这个问题 基础专题课和金比VIP的区别 它就是属于包含关系 新品VIP是包含直播基础专题课的 所以 新品VIP的价格你看上去 新品VIP价格会更高一些 对 因为它包含的东西多呀 它不仅仅只是现在学 比如说直播大班课 它只是基础阶段 就相当于说 它只是一年级给你打基础 但是你学完一年级 你要升级的 对不对 你要去学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你要考七华北大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的这一个课程 它就是 直播基础专题课是一年级 那你如果想考过一键 就需要有后续 更多的一些补助 比如说 在排出来之后的金奖班 比如说 学完考点之后的 做题相关的 勾选题分班 大人磨考 以及考前给你密压的 直播密讯 给你压考题的 这个我们的磨考点题 清楚了吗 这个野兽同学 经济没有职 直播吗 经济有直播呀 我们每周一到周四都有直播 经济是周一吧 这位TY同学 我们经济是周一直播的 本周的你应该错过了 而且听你这话 说经济没有直播吗 你可能也没有听过 经济的直播 我们是从11月10号 去年的11月10号就已经开课了 现在已经是讲了9次课了 好吧 只要说没有特别的一个情况 都是周一周二周三周四 晚7点到9点的课 知道吗 像你现在啊 不知道经济有课 那我告诉你 已经很久了 已经有课很久了 对还是张勇老师 那么你现在呢 就需要把你之前错过的这些课程去补回来了 知道吧 张勇老师也给你讲了那么多次的课程 你如果不补回来 那你的这些基础啊 就没有办法说后续能够补得起来 反正时间也很着急 后面呢 大家可能心思都在放在过年上面了 过年期间放下期间也不太想学 真正开始学习 如果现在不学 你可能过年后来再学 真正开始学习 可能就已经到三月份了 9月就要考试 你三月份开始学习 只有六个月的复习时间 你觉得时间够吗 肯定是不够的 对不对 如果这个第一拍同学想要学经济 想要跟张勇老师学经济的话 那么最便宜就是你可以买我们的这个 直播基础专题课 三百五十元 三百五十元 这一个呢 是我们直播在里面专属优惠账 为什么公路可以看直播回放 其他课看不了呢 这个哈同学 我也不知道你怎么看公路直播回看 因为我看你的订单里面 只有一个2019年3月28号的订单 买了我们12块钱的题库 那你有没有购买其他的东西 我不知道 还是说你的账号登录 是有多个账号 在多个账号里面买的课 也不清楚 反正呢 在环城网项 只有购买了对应的课程 才能够去看对应的直播回放 比如你买了公路的直播大班课 那你就会去看公路直播回放 你买了经济的 就可以去看经济的 买了法位就去买法库 买了全课四门 那里就什么 全课四门都可以看 知道不 好的 那现在还有同学有其他的疑问吗 清楚了吗 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疑问 我们差不多就要结束了哟 如果已经买了课档 那么在这里结束之后 你还可以先去学一学看一看 把之前透过的内容尽快的补回来 每周一到周四有直播 那么你周五周六周日三天的时间 你可以花点时间来去进行二次的一个复习 或者是之前课程的这个补习 都可以的 好吧 课件更新那么慢呢 不会慢呀 蜗牛 咱们都说了 每周一到周四都有课 相当于是说 如果你背考一门 那么呢 你就一门一次 一周一次课 背考四门 一周有四次课呢 对不对 如果像蜗牛哈 你学的比较快 比较快一些的话 那你可以去我们的这一个 起库里面做做题 或者呢 去我们的这一个 这个 录播的那里 或是讲一赛那里 或看几点 野兽说 VIP的其他资料是电子版吗 还是VIP的话 会给你送两个纸质版的讲义的 两个纸质版的书籍的 一本 一本是名师讲义 下一本呢 是历年真题 这两个呢 它其实一个是 名师讲义 给你去讲解考点为主 再一个呢 是历年真题 进行模拟事件 给你去做题 给主 清楚吗 这个是VIP会给你送的 两本 纸质的书籍 会寄过去给到你的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电子的 比如说随堂讲义 这种电子的资料 肯定是会提供的 我想看完EV之后 再买资料 有没有对应的活动 看完EV1 咱们现在也没有EV1了 EV升级 读过大班课了呀 你们什么是看完大班课 再买资料呢 你肯定是边看边学 要买着资料 边学 边看对不对 现在买课还能够追得上吗 大佐同学 可以啊 现在亡羊补牢 维持未晚 避免过思科小白 到现在起 现在开始学习 也可以赶上进度的 我给你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好评 这里有一个很厉害 前前后后就花了45天 备考一次拿下 这个我们的之前的学员 当然的话 也会有很多一次四科 一年陪伴就能通过的 这些同学 他们都是一年过四科的 所以你想要一年过四科 这个目标 绝对不是难以达成的 那你现在开始学的话呢 也还有时间呢 可以去把之前 做的那种补回来 知道吗 课件更新 落后直播课很多呀 我们是直播结束之后 三到五个工作日 给大家更新录播的哦 需要一定的时间 更新录播 但也不会给大家 就是拖很长时间的 好吧 机电的课件 好这个问题 我可以帮你反馈一下 好温度同学 修买过了就EVE 书的话 我不知道你买了什么书哈 这个尾号七六七零六六的同学 反正环从呢 是买课 我们给你送书 因为课才是关键的 买那么多书对吧 教材一本 辅导书一本 又各种呢 各个什么模仿 各种资料 你买那么多资料 门人给你讲 你自己去看 你第一可能看不懂 第二你可能看啥了 对吧 最主要的部分就是 听老师讲 听课 有高端私教吗 清品VIP里面就没有私教 如果你想要私教的话 那么你可以报 我们更贵一些的课程 大同学 你是有这个预算吗 想要说 想要最高端的一个服务 提库在哪里 上官同学问道 提库呢 你就去下载 建造吃快 提库的APP 但是啊 上官同学 你也是啥都没买 可能没买的话 这个是提库 还是得口外花钱的 周一直播经济 是免费还是收费的 每周周一到周四晚的直播 都是免费的 录播和讲义是收费的 就相当于我们给大家的福利 你可以随便过来听课 想什么来就什么时候来 但是你也只能够听 免费的直播课而已 直播错过了 不能听回放 直播之前想要说 先去预习一下 不能下载讲义去预习 直播结束了 想要说再看一遍 去复习一下 二轮的统固 那也看不了 知道吗 大班课讲到几月份 大班课的话 大概是18到24课左右 然后现在已经上了9次课了 一半差不多 一半大概就在两三个月吧 可能明年的四五月份 就讲完了 明年的四五月份 今年的四五月份 就四五月份 就讲完了 那其他同学 还有疑问吗 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可以在我们公民上 去进行一个提问 然后如果说 想要 补课的之前 已经错过了 这么多次课程了 那现在就可以赶紧 下单 最便宜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直播技术专题课了 但是直播技术专题课 如果你要买的 还是350元 不要给多了钱 新的谈双双双市500多 我要帮大家进行修改价格的 你先下单 然后帮你改下优惠 一件经济一共多少节课 经济一共多少节课 那我只能跟你说 很多 因为不同的阶段 我们是有不同的课的 那比如说 直播大班课里面经济 大概是18到24课 那直播大班课 讲完了之后 还会有啊 还会有考点精想课呀 还会有考 还会有优选提分课呀 还会有模考呀 它是一个连续性的课程 带着你持续的学习 所以你是没有办法 一次性全学完的 咱们是要因实质疑的 那你也有购买过 我们二件的课 应该能够清楚哈 因为二件一件差不多的 比如课程体系是差不多的 讲完了正好教材出来 我再看看之前 在东东买讲义可以吗 也可以 教材刚好出来的话呢 你到时候你也可以去买我们的 其他的一些产品 一些套餐 但是你现在 你现在起码要听课吧 你现在你只听直播 不去做复习的话 那么你可能 你听了这几个月 你到头来一次 竹篮打死一场空呀 只听直播 我是不太相信 我相信大家都是学 怕都能够把所有直播讲的内容 带给大家 全部记住的 今年也没有EVE了 今年我们将原本的EVE的一个课程 去做了升级 如果你再听去年的EVE的话 那没有必要 因为今年其实完全不一样了 把这些我们教材里面的 恒定的重要的考点 整理起来 梳理成这种专题的形式 进行一个授课 那其实大家学的是 教材里面的一些重要的内容 可以适应咱们2021年 新教材的一个变动情况 而且前期学习 大家不用学这么多 这么累 防止大家学的特别的没有劲 我就专门在看EVE 我是小白 今天没有EVE了 直播我都跟不上 静跟着聊天了 直播跟不上就跟着聊天 那就不要聊天 你就听回放呀 听回放就没有人跟你聊天了 直播课你也可以把那些评论区关掉 关掉评论区 只看老师就好了 你就可以安心学习了 看录播或者自己下载 我们去看讲义 看讲义也是可以的 好吧 嗯 那现在其他同学还有问题吗 录播更新快一点 好的 会帮大家催吧 这位姜汤同学 嗯 那其他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今天的直播看不了 啥看不了了 今天直播正常的呀 刚才直播间 还有两千六个同学一起学习呢 也说说等等 也说还有什么问题吗 或者说需要我改价优惠的吗 如果要就抓紧时间哦 我这里也是等了大家很久了 打不了资 你不是正能打资吗 上班没空 就晚上才有时间 就真的路过上 还是等新造材出来 说再买新的课程进场吧 你现在可以直接买我们套餐 套餐里面也是有全套的课程的吧 我看你的选择吧 有的同学啊 很多人就是嗯 很多人啊 就是教材不出来 他就觉得 哦 我先不买 那你其实教材不出来也是可以学的 怎么每一年的那些重点都差不多 下单是吧 好的 再下单 你就到最后最后一步 提交订单 要付款了 你再退出来 明海说我买书了看不了呀 买书 哎同学 你买的只是书 没说你买的是课 好吧 买啥得啥 你别说你买了个 比如说哈 吃了顿饭 你就点了一个青菜 你非说为什么我不能吃肉呢 因为你没点啊 对不对 现在优惠多少钱 像精品VIP 我们这里给大家写了优惠的价格啊 原价三千九欧 那主播间的优惠价格的话呢 是三千一百二十十八折的一个折扣价格 这是全科 全科就是四门的意思 三门公共 一门食物 清楚了吗 看一下野兽下单了没 OK 看到野兽已经下单了 野兽你下的是我们这个精品VIP VIP的一个订单 这个是不需要修改价格的 直接去支付就好了 3120已经是优惠价 原价三千九 直接去支付 支付完了 就可以开课了 好吗 野兽 野兽可以去我们的订单中心里面去支付了 如果你用手机APP的话 就是手机右下角的我 我的那里点进去 找到代付款的订单去支付就好了 野兽 已经是折扣价 原价三千九 折扣三一二零 支付完了之后 现在九点半 时间还不晚 就可以去听听课 好吧 林海说今天是精品班 今天直播间里面给大家做优惠活动的 是精品班 今天上的这个课呢 是直播大班课 是不一样的 你买的是书呢 我也没有看到 你是在哪儿买的书 反正没有环球的订单 买书啊 有没有环球的课 这个我不能给你打保票 因为咱们环球呢 是买课 给你配套的书去学的 因为最重要的部分是 老师讲的课 对吧 如果说你自己看书都能行的话 你就不会来听课了 像老师讲的这些内容 就能够帮你把书里面的 一些蓝点 一混点 全部梳理出来 还在配合说你生活中 比较喜闻乐见的一些 例子 让你去更好地理解 这个是课程的 一个存在的意义 好吧 我看到这位野兽同学 已经支付成功了 支付成功之后 我们的精品VIP课程 它会自动开通 然后呢野兽你要先去填写 这个协议 协议是约束你我双方的 蓝球呢会遵循协议 给你提供对应的服务 比如说从学的保障 那你也要留下自己的有效信息 然后填写完毕 课程就会自动开通去学了 我买的主播大班课 你买主播大班课 但是我看你的并端里面 啥都没有哦 你可能是别的的账号吧 好的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没有问题 我差不多结束了 最后一分钟的时间 再给大家最后一分钟 好的 大家没有什么问题了 是不是已经都买了都走了 OK 那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 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直播 就先到这里了啊 买了课的同学 可以现在去听一听 学一学 把之前错过的内容补回来 OK 那我们先到这里来 辛苦我的助教星河 拜拜 拜拜